男人近乎贪婪地吻着女人的唇 娇蝉的双手隐隐地在颤抖 咬破舌尖想让女人喝下自己的血 眼泪也像断线珍珠似的在脸上连成一条线 她哽咽着祈求女人把她的血喝下去 女人听见男人的祈求 眼神逐渐聚焦 她轻轻捧起男人的脸呼唤着她的名字 该隐 养着小脸费力地吻上她的唇 我爱你 从未变过 但无尽的岁月你的不死之身 将是对你最残酷的酷刑 随后女人身影涣散 她们之间纠缠的痛苦爱恋 仿佛也随着她的消失一并带走 某学校的体育器材室内 两个猥琐的男子正对着昏迷不醒的薛默默世间 怀疑是不是要性过猛导致人半天不醒 薛默默缓缓转醒 想起似梦似幻的中世纪风格的梦 梦里好像有个男人一直在叫他别走 见人醒了 两个男子兴奋至极 上前就要开始办事 薛默默看着眼前两个熟悉又厌恶的两人 这不是我在大学时期两个嚣张跋扈的同学吗 眼前的场景格外的熟悉 突然又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明明自己已经死了 家里父母重男轻女 孤身一人到大城市打拼 挣的钱全部都用来供养家里的 甚至被渣男见女欺骗 导致车祸而亡 家里人对她的死一点不难过 甚至用她的尸体去做了冥婚 而她重活一次绝对不能让前世的事在发生 就在眼前男人解着自己裤腰带的时候 薛默默抢过那人的皮带 上去就直接勒住黄毛的脖子 来呀 不是玩玩吗 本小姐陪你们玩个尽兴 一旁的人吓傻了 被薛默默的一个眼神手机都吓掉了 就在这时老师如同上一世推开了门 黑毛立马告状说薛默默要杀人 薛默默默默地松开了手 任由黄毛自由落体 走过老师身边时淡淡开口 这两人用药物置我昏迷强制施暴 我要报警 可这老师却让他差不多就行了 这是要把这件事略过了 也是 上一世这老师就威胁他来着 他笑着出卖色相生殖加薪的 如今他再也不会如同上一世一般任人摆布 老师 你眼睛不好使 连耳朵也红了吗 我说了我要报警 我更是要去医院验伤 欺负他的那两个人 手机里可是有许多偷怕的秘密吗 老师为了学校的声誉 提出还是先去校长室再说 那正合薛默默地意 几人刚走出去就遇到了气势不凡的一行车 校长看到几人连忙让老师把他们先带下去 随后就看到从车上下来一个男人 只见他英俊不凡 浑身散发着生人物尽的气息 男人却突然停住了脚步 眼神直直地看向了薛默默 一身天生的贵族气息让人一眼万年 可为什么一直看着他 薛默默一头都雾水 只因自己是女子 家里人就将他视为赚钱的机器 可在自己迷茫之际 遇上的男人竟然害得他车祸身亡 并且尸体还被家里人拿去配了明婚 重活一世 他将不再懦弱 正要被老师带去校长办公室 却在楼下遇到了帅气多金的总裁 眼神还一直看着薛默默 男人直直地走到默默的面前 你需要帮助吗 在上一试 薛默默是直接跟着老师回到宿舍的 所以根本就没有遇到这位罗先生 或许自己可以靠这个男人的身份 刚要开口解释 就被一旁的校长打断了话头 为了防止薛默默将事情给捅出来 老师率先开口解释说没事 罗先生见此开口道 既然有事就一起上楼说清楚吧 在上楼之前默默还被老师威胁了一番 没想到身为老师的人 竟然在校长的面前倒打一耙 就差直接说薛默默卖淫了 黄毛也解释说薛默默本来就是出去卖的 他主动勾引了自己 薛默默淡淡地来了一句 强奸未遂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并且合理地怀疑自己被他们下了药 说不定现在还能从他们的身上搜出来违禁品 至于证据 自己身上应该还有药物残留 一旦去检查出来他是百口莫辩 校长直接打断两人的争吵 白手让几人先出去 自己要跟薛同学单独聊聊 还好自己这办公室隔音 要不然被隔壁的罗先生听见了可不得了 黄毛走过薛默默身边的时候 不懈地说了句 小爷我背后可是有人 你死定了 见人 等人都走后 校长开口就是为了女孩子的声誉着想 希望他好好考虑下之前的提议 上一世的老一套 薛默默早就料到了 可这次自己可是有备而来 校长不知道的是 身为血族的两人将他说的话悉数听尽而理 身为总裁的助理都快要听不下去了 学校是用来教育人的 没想到这校长竟然还威胁小姑娘 男人却是起了几分兴趣 猜测着薛默默会给出校长怎样的回答 一般的小姑娘遇到这种事 肯定都会选择稀释宁人 可罗先生想起小姑娘那愤怒决绝的眼神 他下意识地觉得他不会答应校长的要求 甚至还用绝版豪车跟助理打了一个赌 总裁的脑海里不断重复着薛默默的眼神 你到底会怎么做呢 给我看看吧 总裁的牙齿突然变得锋利无比 似乎下一秒就要饮穴一半 这个女人太惨了 出生在重男轻女的家庭 为了摆脱被卖取牌里的命运 拼命地考上大学 以为这样就能摆脱宿命 没想到一直被原生家庭吸血 打工赚的钱全都被炸翻 还被渣男见女欺骗 导致车祸身亡 为了给弟弟买房 家人还拿我的思潮 甚至将我的身体卖去明昏 一个个吸我的血 食我的肉 死后都不让我解脱 我不甘心 我不甘心 如果有来生 我绝不会妥协 我要为自己而活 在某高校的学院内 两个男人围在女人边上 薛默默这小妮子皮肤还真嫩 这一笔咱们不亏 不过要是不是下太后了 她怎么还不行 女人缓缓张开眼 眼前这两个人不是大学时期 那两个嚣张跋扈的同学吗 等等 我不是死了吗 想起来了这是六年前 我重生回到大学时代 上一时他们试图飞离 要不是体育老师发现 我早就被性轻病拍下视频 这一时我不想再任人摆 薛默默伸手抓住男人的皮带 薛默默 你竟然还敢还手 愣着干什么 还不动手 反正费了她也没人追究 到时就说她卖人了 价格纠分 薛默默直接上前把皮带勒在黄茫茫脖子上 你们不是喜欢玩了 来呀 本小姐陪你们玩个进行 另一个男的吓得瑟瑟发抖 杀人了 薛默默杀人了 薛默默用冰冷的眼神瞪向你 男人吓得直接到地球楼 这时候老师追门进来 你们在干什么 老师救命 这女人疯了 薛默默才放开手 冷冷地说道 我要报警 控告他们要我 导致我昏迷并强制施暴 体育老师也听到一些传闻 这个薛默默传闻有钱就能省 把我的器材是当卖营窝了 老师敷衍地说了句 差不多行了 这是学校 都赶紧回寝室去 薛默默冷笑一声 又来这套 上一试 我将这试告上学校领导 为了学校名义 还用毕业证威胁我封号 后面还到处告语 谣言伴随我进入职场 我升职加薪被归于出卖色情 我的努力和尊严被践踏 如今我重生了 我绝不再沉默 老师 你眼睛不好使 连耳朵也容了吗 我说了 我要报警 还要去医院验伤 那个高衰 爱装富二代骗财骗子 旁边的陈瑞专爱偷拍女生裙子 报警后 应该能翻出不少黑料 体育老是慌了 要是这些事情回不去了 学校百人的声誉就亡了 等等 先去校长是吧 再报警也不去 好啊 走吧 见校长去 确议是 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你经历过校园暴力吗 这个女人前世被校园暴力离世 重生回来校长 还让她稀释名人 老师带着薛默默 跟两个坏学生去见校长 刚好看到几辆车缓缓使 车里下来几个黑衣人 校长还亲自出来迎接 不知道今天什么日子 还不快把这几个邋遢的学生带走 车门打开了 下来一个高大帅气的男人 看起来仿佛有着天生的贵族气质 男人停下脚步看向薛默默 他说谁 为什么盯着我看 男人缓缓走到薛默默面前 你需要帮助吗 是的我 皮育老师突然插嘴说 也不是什么大事 罗先生您时间宝贵 先里面请 老师 请你不要随便打断人好吗 男人转身说道 既然你有事 不如一起上来吧 几个人都到了校长办公室 老师把事情简单地说了一遍 事情就是这样 他执意要报警 我只能先把他带来明治 高飞恶人先告状 是他先色诱我 同学都说他出来卖了 给学校丢脸的是他 薛默默双手抱胸说道 强奸未遂 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我还怀疑他俩用了 致人昏迷的围巾药 那东西应该还在他们身上 你以为警方会听你的一面之词吗 我身上应该还有人要残留 有这个罪证 你能逃得了 男人背对都无法反复 校长向两个男生摆摆手说道 行了 你们两个先出去 我单独跟薛同学聊聊 高飞得意地凑到薛默默耳边说道 也以为得逞了 小爷背后有人 等死吧 贱人 他们走后就剩下校长跟薛默默两个人 薛默默同学是吧 我希望你慎重考虑下 女孩子的名誉可不比男生 会影响你一生 果然这个老狐狸还是用老一套方法对的 可这次 我早有防备 在另一边的两个男人开着窗外 窗外的梧桐是我剑校之初种下 已经长这么大 S大剑校也有百名了吧 是的总裁 树变大了 但有一点不改变 办学的宗旨 教学域 校长以为关上门就听不到 但眼前这两个男人 正是尊贵的血族 血族的耳朵怎么会好顾呢 总裁 如果你想干预这事 我可以 不着急 先听听 里面传来 薛木木同学 今天这是与你平日作风多少有关 案里 学校本可以开除你 这是要是闹大了 对你对学校都是困扰 你不想一辈子都被指指点点吧 博斯木握紧拳头 拿着吓唬小姑娘 校长真可耻 你觉得她会怎么回答 你经历过校园暴力呢 这个女人前世被校园暴力离世 重生回来校长还让她稀释名人 薛同学 我说了那么多你应该明白了吧 薛默默点点头 嗯 明白了校长 然后拿出手机说 哎呀 陈瑞想侵犯我实拍的录像忘关了 不小心把校长拧的花录进去 堂堂S大校长用受害者有罪论打压等校训者 这要是公开到网上会成为全民狂欢吧 来 校长 露个脸吧 校长被气得咬牙切齿 在VAP厅内 罗牧臣甘心地说 去帮帮她 但凡早战既有规罪 下场都不会太好 校长不会善罢甘休 当她可以 但你得告诉我 为何对她特殊对待 你可是不爱管闲事的 罗牧臣突然说了三个字 听不到 什么 我听不到她心底的声音 薛斯林震惊了 总裁竟然听不到她的心声 纯血统吸血鬼可是血族中的贵人 别说区区人类 即使绝大多数吸血鬼的心声 都逃不开总裁的耳朵 这个女孩到底是谁 薛斯林推开校长办公室说道 小同学 你的诉求我们听清了 学校会给你满意的答复 若你不放心 手机可以带走 保存证据 薛默默盯着眼前 这个陌生的男人 怎么 不相信我 门外站着神秘的男人 感觉莫名的踏实 不 我相信你 校长我等你的答复 校长大声地吼道 高飞 陈瑞 你们两个进来 你们闯了多大的火 知道吗 薛默默甩着头发离开 只是这样还远远不够 坐牢才是他们应有的惩罚 上一世我的妥协太多 以为妥协能换来和平 太天真了 既然上天给我重来的机会 这一世得好好规划一下 先赚钱 有了足够的经济实力 还是我涅槃重生的监视后复 薛斯林让保镖抓着男人压去紧急 然后说道 校长关于这件事 希望你能给集团一个满意的答案 那个其实这件事我已经有方案了 罗先生慢点走 这次校庆我准备得非常通常 你可以先看一下方案 校长你应该先想如何保住自己的位置 校长直接跌坐在地上 完了 巴比天 罗沐晨看着薛默默离开的背影 薛默默示茂 我记住你 再见了渣女 我不再做你的垫脚石 薛默默回到宿舍后 看到手机上技术员发来的几条信息 当年我就是替他参赛 拿荣誉 祝他成为校园女神 突然又收到了一条消息 默默 听说你出事了 都怪我忘东西在教学来 薛默默细想才觉得不对劲 这次帮技术员拿东西才碰到高飞 上一世他和渣男联手骗我 我才发生了意外 原来从大学时期 他就开始算计我 薛默默直接把技术员拉飞了 再见了渣女 我不再做你的垫脚石 接着把家人也拉飞了 一群寄生虫 我已经死过一次 看够了你们的嘴脸 这一世 我要替自己活 其语其慌张地跑进来说 默默 学校外面围了好多人 高飞和陈瑞被学校带走了 说在网上发现 他们贩卖不亚视频 这下要吃牢饭了 他们被带走了 还没有牵扯到我 难道是那个罗先生帮我 甚至不惜S大的百年生育 你看学校已经出通告 开除学生高某和陈美 而且校长已经辞职 这是都上热搜了 网友都觉得S大硬核 不愧是百年名校 评论下都是一些夸赞的 作为S大的学生好自豪 没想到短短一个小时呢 学校的声誉不但没受损 反而获得一篇掌声 这真的是一次完美的公关 他究竟是谁 为什么又要帮我 另一边的纪书员也看到 高飞跟陈瑞被带走的新人 纪书员咬牙切齿 两个没用的东西 书员别气 副校长暂替校长一职 我记得他是你的姨父吧 也对 若姨父借机转正 我们在学校还不是横着走 薛默默 你最好乖乖被奴役 别动什么歪心思 不然我能让你活得连狗都不容易 我呸我呸 你就等着啪啪砸脸吧 接下来薛默默打算专心搞钱 凭借着上一世的工作能力 如果有幸成为未来大公司的老伙伴 岂不是翻身把歌唱 薛默默想想都流口水 这时候纪书员过来招聘会 获得大家的赞美 扎你 我呸 之前就是被他圣母的表象蒙甜 纪书员走上前打招 默默 好久不见 今天怎么有空来学习 边上的人窃窃私语 他可是原娇妹 没空来学校还能去哪 原娇妹来着找工作不合身了 纪书员的茶艺课堂开课 大家别这么说 默默同学从S正考到S大 很努力 薛默默邪妹一笑 我怎么努力 不牢记大笑花明费心 对了 期待你这次的比赛 可要继续为我笑争光哦 纪书员有点慌了 比赛不都是他偷偷帮我做的吗 他公然提这是什么意思 好一个跑杀 下一集看看我们家默默怎么趁火打击 嘿嘿 来了来了 冤大头来送钱了 大家知道纪书员要比赛的事情 各大企业都纷纷递上邀请函 纪书员的虚荣心得到很大的满费 哎呀 好沉啊 我的offer太多了 不好意思 默默 你能帮我拿一下 薛默默早就不见踪影了 这家伙不经过我同意做狗吧 什么时候跑了 更怒得在手机上搭搭的编辑消息 刚点发送就收获了 一个红色探号 与此同时薛默默收到了未来六年 发展最好的陈峰科技的面试邀请 薛默默打算买套像样的衣服 可惜荷包笔脸还干净 此时外面在通通的敲着门 薛默默 你为什么拉黑我 马上给我道歉 我再给你一个赚钱的机会 薛默默一脸坏笑 冤大头要送上门了 别怪我不客气 打开门对技术员说道 你不就是要论文吗 把教授邮箱给我 我写完替你发过去 不过钱我要十倍 十倍 你抢钱啊 不就是个包包的价钱 你的论文不值这个价吗 然后一个假动作拉着门说 你不愿意我就不勉强了 等等 十倍就十倍 技术员知道要是他不写的话 这学校也找不到 跟他一样水平的人了 默默别生气 我刚开玩笑 我们是朋友啊 与克南时哪次我不帮你 所以钱呢 下一秒就收到消息 支付搞意到账 薛默默比了一个WIN 好 我一定好好写 只是不加你的名字而已 你亏欠我的 该还了 薛默默拿着刚到账的钱 去店里吃衣服 试完出来之后的薛默默焕然一新 然后就穿着这件衣服走 博斯木看到路过的美女 忍不住降下车窗 等等 这不是薛默默吗 原来底子这么好 边上迎来几个女人 薛默默 不会是薛默默吧 你瞎了 她要是那个土包子 我当场倒立穿裙子 薛默默马上跟他们打招呼 好巧啊 黄亚玲 啪啪打脸 刚谁说倒立穿裙子 女人恼羞成怒 把奶茶泼向薛默默 丑女人 穿这样不就去酒吧陪她 脏死了 还害我出城 薛默默灵活地躲开了 往日里狗丈人试惯了 大马路上都要发狗疯了吗 我今天可算是大开眼界了 贱人 你也敢这么跟老娘说话 看我扒了你这身衣服 薛默默一个甩身 把女人摔在地上 这热腾腾的奶茶 可别便宜了外面 怎么样 好喝吗 小姑娘的性质挺慢 各位 怪不得把校长都给毒死 总裁邪魅一笑 哇哇哇 是心动啊 总裁接受我的邀约 并给了我一个私人号码 罗牧臣看着窗外的薛默默邪魅一笑 薛斯默好奇问着 总裁 你刚才笑了 这可是他第二次对这个女人有反应 罗牧臣瞪了薛斯默一眼 没想到薛斯默笑得更大声了 你真的笑了 有意思有意思 我活了几百年都没见你笑过 这姑娘这么有趣 外面的女人看到薛默默不好欺负 马上跑 一个身穿西装的男人过来说 我叫肖凯 我们先生让我送你回学校 你们先生 车上的薛斯默跟薛默默打招呼 是他 罗先生的助理 难道罗先生也在这里 我被罗先生撞见的时候 怎么不是打架就是被校长叫你 所以我这个不良少女要被扭送管教 薛默默礼貌地回复道 谢了 我自己坐地铁就行 这是先生吩咐的 若你不上车 我只能跟你坐地铁送你回去 薛默默在车上如坐针毡 要是坐这样的豪车出现在校门口 不知道又要传出什么八卦 司机开口说道 小姐不必拘谨 S大很快就到了 送到南边门的小路口吧 停天屁点 尽量别被看了 这时候司机接到博助理的电话 薛默默凑上前问道 我可以跟他说话吗 你好 我是薛默默 博助理有点不习惯 这个姑娘一本正经的口气 博先生 今天谢谢你 还有那日的帮忙 哎呀呀 这可不全是我的功劳 我知道 罗先生在你身边吗 我想跟他亲自跟他道谢 博斯木打趣地说道 小同学想跟护花使者道谢 可惜人家是个兵哥的 怕是要遗憾了 罗牧臣降下了车窗 嘿 就知道你憋不住 放心我没挂 罗牧臣接过电话没有出声 电话那边问到罗先生 罗先生是你吗 是我 短短两个字 薛默默心跳竟然有点加速 好深沉的声音 好好听 有多好听 上次离开匆忙 没向你道谢 你看什么时候方便 我请你吃饭 如果您不方便的话 我可以送你一份 方便 那时间地点我来定 方便留一下您的手机号码了 博斯木在边上听着都觉得不可思议 总裁居然答应他的邀约 但是手机号码绝对不可能了 没想到罗牧臣说道 可以 138 为什么打马 人家也想要 博斯林惊掉了下巴 居然给了 而且还是私人号码 罗牧臣说道 会不会太麻烦 怎么会 请你吃饭是我的荣幸 上次若没您帮忙 我也气悔难下 应该的 是我们管理疏忽 我只是怀疑公道 博斯木心想 为了公道 谁信你 是啊小编也不信 宝宝们信吗 不会吧 重生回来直接变成了笑话 睦睦 你上校人往了 我抱头条 发现绝美小仙女笑话 与其 说啥梦话呢 你自己看我没骗你 薛默默接过手机卡 这不就是今天我从学校后门回校的时候吗 被偷拍了 下面评论都是夸薛默默的 薛默默不解地问道 什么孝庆新笑话 不是一直是纪书员吗 笑话就是在萨的门面 纪书员每年都亲自下场 送饮料拉票 你现在逼我 我也给你拉票 薛默默没时间管那么多 先弄好面试还有论文先 另一边这个纪书员小渣女又要做妖了 知道薛默默前五后先是觉得不可思议 后面让身边的小狗腿放消息出去 给我刷屏 挂断电话后一副胜利者的表情 薛默默 没人卖 没资源还想合 那就让影门的发愁 与此同时博助理拿着手机跟总裁说 S大百名笑起 会有笑话代表致辞 人选你要过目吗 罗牧成回头看着博助理 这种事 平日从不过问我 这名单可有趣了 杀出一匹美丽的小黑马 你猜猜是谁 罗牧成无语地看着他 好了给你看 是约你吃饭的薛默默同学 笑话评选现在第五名 同学们的眼光还是在线的 罗牧成沉默片刻后说 我不喜欢我这个数字 薄助理比了一个OK的手势 明白 不喜欢我 那就一杯 薛默默小同学这么可爱 当知无悔了 我们博助理也很可爱嘛 嘿嘿 第二天薛默默就已经稳居第一了 是纪书员的三倍 与其刚想跟薛默默分享这个消息的时候 薛默默已经出门面试了 对了 那我继续帮他拉票 姚涵你也记得头一票哦 这个姚涵表面默不作声 内心只想拉拢纪书员 论坛上有关于薛默默的非量 还有造谣的聊天记录 点赞转发居然还有红包 姚涵马上帮转发 薛默默来到了面试的地方等候 这时候进来一个女人说 喂 给你钱 你走吧 这个女人叫乔菲儿 是乔氏集团的二小姐 双手插腰说道 听不懂人话吗 今天面试的只有我一个 你的损失我来补偿 现在你可以走了 面试个凭本事 我为什么要走 你不会真以为没关系 没门路能被录取吧 再不走我可不客气 你想怎么不客气 用你15厘米的高跟鞋表演品尝 还是丢一打人民币到我脸上 第一种我啪大眼睛 第二种不如直接丢我包 怎么说话的 知道我是谁吗 我家和帝国集团客户有生意往来 门外传来一声 大清早的 好热闹啊 这就是抱大老大腿的滋味吗 真像 大清早的 好热闹呀 罗牧臣跟博助理在门口走进来 罗先生和博助理 又见面了 小同学 乔菲儿马上跑上前 陈哥哥 又见到你了 陈哥哥还记得我吗 菲儿今天是来面试的 罗牧臣在女人面前直接走过 你是来面试的 是的 罗先生 可以看看你的简历吗 薛默默思索了一下 难道陈松的老板是罗先生 乔菲儿窜出来撞开薛默默 陈哥哥 我也带了简历 看看我的 薛默默没站稳往后倒 刷的一下接住了薛默默 还好吗 薛默默感觉到心跳加速 瞬间脸红了 回过神来 把手中的简历递上 谢谢 这是我的简历 我助理在一边忍笑 总裁居然主动接触 薛默默同学果然很特别 乔菲儿在边上 记得握起拳头 陈哥哥的衣角我都没碰 这女人凭什么 罗牧臣看了一下简历问道 实习工资不哪也愿意留下 能听听你的理由吗 因为能源 环境等因素 新能源车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陈峰有个能源的研究基础 发展方向又是电动汽车 我相信不久的将来 就进入新能源车时代 陈峰有基础又领跑在行业前头 便是掌握了先机强跑的赛道 薛默默的一番话把总裁都震惊了 新能源是集团下一步布局 他对市场的风向很敏锐 薛默默看到大家都安静了 开口问道我说错了吗 不 你说得很好 只是这份工作不适合你 薛默默失落地低着头 下一秒总裁开口说 但我身边有个贴身助理的职位 你看可以吗 这这这 总裁也太会了吧 贴身助理 薛默默愣住了 没听错吧 那可为同高管 不愿意 没有 我愿意 太愿意了 这就是抱大佬大腿的滋味吗 真香 乔菲儿不爽地问 总裁助理 他是出生名门还是怎样 他凭什么 罗牧臣回头冷冷地说 凭我高兴 我靠 太帅了吧 博助理开口说道 保安 请把这位乔小姐请出去 总裁大人动怒了非同小可 赶紧离开吧 一会有人带你去人事部登记入职手续 还有其他问题吗 没有 刘成我明白 今后请多多指教 看着薛默默伸出来的手 干净但有保险 她不是娇生惯养的女孩 应该吃过不少苦 佛助理在边上倒吸一口凉气 直接的肌肤接触 罗牧臣最反打发 下一秒 罗牧臣伸出手握住 多多指教 佛助理直接裂开了 这不是真的 这个男人我不认识 这个女人重生回来一心之想岛前 总裁却对她格外上心 多多指教 薛默默感受到她的手好冰了 冷得不像是活人 罗牧臣松开手后 感觉她手心的温度有种亲切的熟悉感 与其说是熟悉 更像是 眷念 后面的博助理轻壳两声说 总裁 M国的视频会议快开始了 罗牧臣才回过神来 薛默默看着她思考的样子 简直就是色诱啊 接下来秘书带领薛默默去办录制手续 还参观了各个部门 薛默默才反应过来 你刚说什么集团 不是陈宗科技吗 陈宗科技是集团新入股的企业 而你直接深入底细 加入帝国集团总裁办 刚面试你的就是集团的总裁罗牧臣 他居然就是帝国集团的神秘领头人 秘书走后 薛默默一个人站在窗边 博助理在后面开口问她 怎么样 这个风景好看吗 抱歉吓到你了 看你在发呆 好奇你在想什么 说实话嘛 当然 薛默默转头说道 我要给自己定个小目标 成为第二个女 而且在这上班不仅待遇好 还有美能看 真不错 是吗 那我恭候你的挑战哦 什么挑战 我助理什么时候 小姑娘聊这么开心了 薛默默回头一看 是罗牧臣 身边还有一个大美女 好漂亮 介绍一下 这位是思烟 公司的营销总监 你可以叫他思总监 思总监好 我叫薛默默 新来的总裁助理 思烟看向罗牧臣说道 已经听某人说了 此时的罗牧臣还在猜 他刚在聊什么这么开心 罗牧臣走上前问道 还适应吗 薛默默一脸恭敬地说 爱玲姐都教过我了 谢谢罗先生给我这次机会 罗牧臣听到这回答有点失落了 我一出现 态度就不一样了 冷冷地说 工作场合 我更看重实力 思慕 带他去办公室 薄思慕解释道 别介意 总裁工作状态就这样冷冰冰 他还要赶下一场会议 所以 薛默默却在在线科CP 两个颜值报表 气场强大的人走在一起 太好看了 薄思慕让薛默默加上自己的威胁 正是上班时间后面通知 这时候与其拨打电话过来 默默你可算接电话了 有人在校园论坛造谣你 现在学校里在声讨 开除你一阵校风 薛默默看着发来的链接 这图辟得真好 是处心积虑地冲我来啊 在电梯里 薛默默拨打一个电话 报上了对方的信息 电话那边的男人急切地问道 你是什么人 怎么知道我的 别急 我们将来会有交集 我是薛默默 要你帮忙把一个网站实名化 让屏幕后的臭虫都无处遁形 欺负我的女人 我腻了是吧 让我搞了大笑容网了 当我是弱智吗 薛默默在电话那边说道 一句话帮不帮 不帮的话 我可保密不了你的身份 行 我这就黑了他 薛默默是吧 我记住你了 然后很生气地挂断电话 薛默默见怪不怪 还是这道脾气 幸好上一世和他磨合惯了 故忘 你会有需要我帮助的时候 先欠你个人情 没几分钟手机上就收到 校园网以实名化的消息 薛默默得意地笑着 真有效率 造谣我的是黄亚女人 添油加醋的是姚寒和一众跟班 只可西纪书员没亲自下场 不急 慢慢来 一个都逃不掉 接下来去找他是第一大壮帮自己 前台拦下了 薛默默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 你直接告诉他 我叫小敏就行了 陆律师知道后马上通缓了 陆云琛见到薛默默 直接开门见山说 小姑娘 不管你怎么知道 我的VIP用户混进来了 你最好抓紧时间 不然怕你呼不起资讯费 陆大壮你是有本事 但在S时 B本事更重要的是人脉 你师父退圈 你接手他所有资源才有今天 可让人知道你成功背后 是与师母四通 将你拉下马 外界会怎么看 陆云琛震惊了 你到底是谁 薛默默继续说道 我连你的隐秘大客户都知道 我是个比你还了解你的人 你表现周旋与女人之间 而你喜欢的是男人 陆云琛生气地拍着桌子 谁派你调查我了 你们想要什么 薛默默得意地说着 别急 我只想你免费帮我告几个人 我为你守一辈子匿名 陆云琛听到这话不屑地坐下 心想 搞个半天 是个连律师费都付不起 小姑娘 我有千种方法让你逼你 与虎谋皮可不简单 薛默默说道 这年头不值钱的不值有钱本身 你再给也加打遗产归属官司吧 需要我告诉你私生子所在地吗 陆云琛直冒冷汗 这种消息他都有 这女孩到底是何方神圣 陆律师我知道的可不止这些 你若不帮我 我就换个律师合作便是 陆云琛连忙叫主 等等 你这个案子我接了 这是我的明天 我教你这个朋友 薛默默扬长而去 用陆律师对付技术员一行 简直就是杀鸡用牛高 但不动用大肥 又怎压得住小鬼 期待明天的到来吧 另一边罗牧臣知道 薛默默在校园网站上 被人恶意造谣的体 生气地把边上的玻璃都震碎 他遇到这种事 为何不早报 还有赞代校长是死的吗 如果你遭到网络暴力 该怎么应对 他遇到这种事 为何不早报 还有赞代校长是死的吗 薛助理在边上都吓得瑟瑟发抖 追随他数百年来 多少今天大事 他连情绪波动都少有 今天居然为了这事 薛助理冷静地说道 这是不好办 直接黑了帖子 会让人觉得薛默默背后却有精细 那就查出真相 他打工兼职的工作纪录 银行流水 时间明细统统列出来 你该去干活了 我助理离开后 罗牧尘才冷静下来 薛默默就像是一个开关 开启了我的某些情绪 另一边在学校大理堂内 大家看到论坛上都实名制了 发现造谣跟转发评论的 居然是黄亚玲跟姚涵两个人 社友夏明美生气地说道 这么低端的黑人记忆 跟踪的飞蠢计划 校花技术员说道 明美 亚玲只是表达自己的看法 每个人都有自由 侮辱他人名誉在你眼里 是表达看法 纪小姐的三观可真感应 黄亚玲在一边说 薛默默要真清白 出来对质啊 我若有一句造假 当着全校的面给他道歉 就是让他出来 心虚地躲起来了吧 薛默默在门外走来 找我吗 不就是想知道真相吗 我满足你们 薛默黄缓走上前 大家可算是见识到了 他真人比照片还好看 一个猥琐男走上前 竟然问薛默默这样的问题 其与其愤怒地想冲上前 不带这样当众羞辱人的 这是赤裸裸的罢名 夏明美拉住说 这是咱们帮没有用 得看他自己 想知道吗 过来 我告诉你 整个大礼堂传来很大的一声 这这这 我仿佛听到了淡罪的声音 男人痛得倒在地上 外面的警察刚好赶到 黄亚玲 姚涵等您 请跟我们走一趟 刚接到报案 你们涉嫌网络损坏他人名义 此时律师也过来了 中衡律师仅代表薛默默 个人名誉权向你提起诉讼 这是律师函 黄亚玲恼羞成怒地说 薛默默你还敢报警 你日夜不停打个什么功 扫黄应该先抓你吧 这时候大家手机上 都收到一条信息 是薛默默入校以来的 全部打工纪律 和时间表 奶茶店 跆拳道馆 课外辅导班等等 这真的是时间管理大事 薛默默真的是被冤枉了 然后警察把黄亚玲等人给押走 边上的纪书员有点慌了 得想办法 不然黄亚玲狗机跳墙 把我供出来做麻烦了 不是吧不是吧 薛祖总裁竟然当舔狗 社友摇含生气地问道 薛默默 帖子那么多人说你 干嘛告我 多数人是被带节奏的 作为室友的女明知真相 还收钱污蔑我 这不是蓄意造谣吗 纪书员这时候出来装圣子 默默 给我个面子 学校才上过热搜 再闹出丑闻 全校师生都不好对 其与其生气地说 搞错了吧 是默默闹出丑闻 还是你们假造丑闻 薛默默说道 如果黄亚宁发铁钱 你也能劝他一举 全校都感激你的圣母之光 此时田狗一号出来复制书员 让薛默默不要赶尽杀绝 薛默默走上前说道 学生会有人被污蔑大灵鹊接目 去道德绑架受害者 该质疑的是你安任学生会主席的资格吧 你有能力保护本校师生吗 薛默默的一番话 把大家说得都沉默了 寄书员查理查气地说 陆阳哥 他连你的面子都不恐 都怪我连累你 陆阳气得咬牙切齿 薛默默 当众羞辱我和书员 学生会不会放过你的 然后薛默默带着社友 去校外的火锅店 其与其激动地说着 默默居然请我们吃火锅 你以前学校超过十元的菜都不得 今天谢谢你们帮我说话 敞开了吃 我们只是说实话 就你这打工频率 哪还有功夫长来呢 用证据打脸这招真的太大了 对了 打工那么多家还能有时间线证 搜集好久的吧 此时在车里的罗牧成开心的笑 博助理顺着他的目光看向火锅店 是默默呀 看来心情不错 我给他发的消息恭喜他 发消息 对啊 我们加了微信 他朋友圈干净的 除了分享些科研技术的新闻 罗牧成马上拿出手机 加他 为了他第一次用微信还负 行行 我给你下载微信 好了给你 他的头像是什么意思 就是招财的意思 想要钱的意思 你看他朋友圈 连电脑旁都贴横幅 日复一日 他很缺钱吗 亲爱的boss 这世上绝大多数人都缺钱 不是每个都像你 坐拥上千年的财富积累 手机上传来一条信息 罗 罗先生 罗牧成一脸微笑 他猜到我了 是我 听思慕说你出了点事 解决了吗 网上澄清贴 也是您找人帮忙的吗 嗯 好好吃饭 明天记得准时来上班 他怎么知道我在吃饭 看到外面的罗牧成在车内 嘴角还带着微笑 我的妈呀 太帅了吧 然后乖乖地捧起放了吃饭 未来摇钱树大人 越看越好看 大型射死现场 尴尬的小编能用脚扣出三十一听吗 默默 你被帝国集团入群了 也太厉害了吧 只是实习了 能不能转正还不知道呢 薛默默看到前面这个事寒几座 我上一世的男友 原来他和纪书员早就勾搭上了 上一世他和纪书员狼狈为奸 骗我一起赚钱买房 实则拿着我的积蓄给纪书员声明享受 甚至窃取我的工作成果给纪书员 还让我车祸身亡 他们都是害我的凶手 走着瞧 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晚上薛默默打开手机看他 总裁把自己所有的朋友圈都赞给 嘿嘿 舔狗我只不总裁 薛默默想着也看一下罗先生的朋友圈 了解一下领导的喜好很重要 该死的手机这时候抢住 然后一直戳屏幕 真的汗了 我拍了拍啊 卧槽 卡出货了 大半夜刚入职的时薪拟住 拍了拍老板的微信 撤销不了 怎么办 在洗澡的罗沐晨 听到消息就披着浴巾出来 第一时间打电话给博助 Boss 很少见了 这么晚到我电话 什么是微信拍一拍 谁拍你啊 罗沐晨没有回答 博助理知道问了也是白问 他是不会说的 就是说微信用来打招呼的功能 双击一下对方的头下 话还没说完就挂断了 博助理叹了口气 只见心缘笑不见就人哭 绅士的态度只给薛默默一个人了 Boss你的微信里除了 一个薛默默还能有谁呢 薛默默还在被窝里面畅谱 突然听到手机上的消息 要拍了拍我的三四弟大兄病头必住 我裁员广进 大行射死现场 薛默默尴尬的能用脚扣出三房一听吗 哎呀呀呀 不活了 罗先生一定觉得我不正经 没脸见人了 另一边罗沐晨看到薛默默的拍一拍 真有趣的互动 原来他好这口 然后发消息过去 你很喜欢钱吗 钱是我生活的唯一动物 为老板赚钱的 就是我的使命 罗沐晨哭呲一笑 真新奇 他的一切都很特别 看到上面在输入中 他在写什么 怎么输入中这么久 我这是在期待吗 薛默默想了一下回复道 罗先生不喜欢钱吗 还好 只是数字 我去 真的很罚爱赛 你的朋友非常嫉妒 并向您说了声晚安 然后发了一张自制的表情包 晚安 罗沐晨放大来看 他平时睡觉也是这样的吗 很可爱 罗先生没有怀疑我大半夜发消息的动机 明天可以安心上班了 如果你遇到职场性骚扰 你会怎么应对 一大清早罗沐晨就抱着手机傻笑 Boss 您到底看什么那么好笑 给我看看呗 罗沐晨把头转向一边 没什么 他的表情包也是你能看的 我助理不爽地说道 至于吗 看一眼帝国集团 股价会下跌不长 那不是薛默默同学吗 嗨 小同学 我助理这么巧 对啊 我们来运动 你呢 罗沐晨在后面偷瞄着车外 薛默默笑着说 我今天来辞职的 辞职 你之前在这打工 是啊 不过一周来一次 陪客人打思诺客 你别谦虚了我们员工的标准挺高的 球打得不好不可能升级陪练 你们员工 叶圣也是帝国集团的 不 是他的私业 你说要辞职对吧 我帮你智慧一声 薛默默双眼发光 我助理还兼职老板 为帝国集团打工 果然前途无量 我助理在电梯里面笑着说 以前我要是让女人上门找我 你可会翻脸的 你还老吐槽我开会浪费时间 现在呢 罗牧尘冷冷地说了两个字 尚可 嘿嘿 真的很双标 好喜欢 经理办公室里 杨经理我今天是来谈离职的 经理看到这小妮子稍微打败你 还真是个美人佩子 走过来说道 默默呀 你的情况我清楚 本来想等你毕业就转正了 放弃这么好的工作可惜了 你上班时间太少 离职的话就得扣掉 大办公司和全部提成 然后故意把手中的笔伐落 当然你想要全部拿走也行 女孩子可以有很多路选 你身材这么好 可别浪费了 经理弯下身子摸薛默默的头 姑奶奶就让你知道 花儿为什么那样红 迅速起身把包拍在经理头上 按压笔掉了 怎么能让杨经理解决 我来吧 然后抬起脚正中脸蛋 哎呀对不起 我的包掉下来了 没事吧杨经理 经理迅速起身 被我看上是你的福气 别给脸不要脸 凭你一个穷学生 别想没事人的从业胜出去 薛默默撸起袖子 要干架的意思 好啊 那来 大门被踢开了 罗牧尘一脸杀气地说着 默默 过来 顾毙了 敢骚扰我的女人 下场只有一个 陈总监 带这位小姐去楼上 这是贵宾 好生招待 薛默默下去之后 室内就剩下三人 经理大声说道 谁准你们进我办公室 我可是夜圣的经理 出去 告诉你们我认识的人 捏死你们就像捏死只蚂蚁 话还没说完 罗牧尘就移动到经理的面前 只见罗牧尘眼睛一红 经理下一秒就已经飞到几米后的镜子上 罗牧尘慢慢走近 说 刚才又哪里碰了他 没有 没 我从头到尾没碰过他 是吗 下一秒就传来经理鼓劣声 没有碰他 你脑子里那些肮脏的想法 但我不知道吗 话一落经理整个人 已经在窗外悬空着 经理一直在求饶 不 别杀我 求求你别杀我 我错了再也不敢碰他 此时罗牧尘已经杀红了你 人是丑的 联系的味道都令人惹气 变成一滩肉泥更是很贵 博助理走上前拍着罗牧尘的肩膀说 总裁 交给我吧 别闹出人命 作为组长 拜了自己制定的规则不合适 罗牧尘冷冷地说道 这就是你手下做事的人 冤枉阿宝 你知道的 这会所我托管 罗牧尘回头冷冷地说道 好好善后 再S室 别让我再看到他 经理被放回到室内 整个人都有点不正常了 博助理冷冷地说道 这就下风了 尊重人类的法律是Boss E的规矩 不然你疯掉的机会都没 来人 把他带出去永远驱逐出S室 另外把整个会所彻查一点 但凡有劣迹 和他一起送走 另一边接待负责人员 把薛默默带到贵宾室 在五楼的桌球室突然有人喊 薛默默站住 怎么这么久没见 我还是喜欢你陪练 过来陪我打球 薛默默礼貌地回应道 白小姐不好意思 今天我是来辞职 以后不能陪你打球了 为什么辞职 你不是缺钱吗 我给你双倍 这些总够你陪我玩了吧 然后白颖把钱塞到薛默默衣里面 白颖心想要是他走了 怎么跟技术员交代 之前答应了在这里折磨薛默默的 男人走出来喝止 我是这里的负责人 薛小姐是贵宾 不便再陪你打球 请您放尊重你 白颖瞧不起地说道 我说怎么辞职呢 原来是当老板娘了 薛默默把钱从衣服里面拿出来说 白小姐 我已经辞职 你已经不是我的客人 钱给你 拿去医院治疗一下你的口臭 负责人说 叶盛也会退还你所有费用 包括小费 请您离开 什么情况 这女人竟然说要保护我 钱给你 拿去医院治疗一下你的口臭 后面的罗牧尘还有薛助理黄凡总 白颖看到两人过来整理了一下衣 嗨这是哪家的公子 面生啊 罗牧尘直接掠过了白颖 抱歉 刚才让你受惊了 事情已经解决了 没关系的 我没往心里去 罗先生您总是一丝不苟 这次也谢谢您了 后面的白颖一脸不屑 薛默默这下见女人 真有手段 让人放着我这个大美女白不看 居然看她 罗牧尘回头狠狠地瞪了女人 白颖顿时感觉像是被扒光了屁 被看穿至心里 当然了傻猪 就你这点心思还想忙过准态 白颖被吓得不敢动态 罗牧尘对博助理说 就这种客户 还得小心陪笑脸 难怪都说生意越来越难做 博助理直冒冷汗 抱歉已经很收敛了 要不是薛默默在 这女人怎么死都不知道 纪书园在外面走来 小颖 这是怎么了 书园来得正好 他们会否太欺负人了 薛默默和小颠都无语了 怎么到哪都有纪书园 白颖大声说道 陆阳哥的爸爸可是S市的副市长 这夜剩在S市才几年 得罪我们 让你们生意做不下去 纪书园上下打量着总裁 这男人长得好极品 但是身上看不出名牌 是个陪练吧 白颖还一一不容 薛默默 找了金主甩我脸色 书园姐给我做主意 薛默默挡在两人面前 闹够了没 不就打球吗 我陪你 但你输了要跟夜圣 所有员工道歉 罗牧尘凑到薛默默耳边说 默默 这是交给我处理就行 薛默默回头说道 放心吧 平时我都让着他 我可是你助理 有责任保护老板免收纠纷 还给罗牧尘长了眨眼 这这 总裁害羞的脸红啊 糟糕 是心动啊 怎么了罗先生 没什么就是第一次的 女孩子护在身后 很新奇 卧槽 这男笑起来也太好看了吧 技术员撒娇着对陆阳说 陆阳哥 默默仗势欺人 小颖好可怜 帮帮他吧 好 有我在 没人敢在S市造次 我迎战 输了我们道歉 你输了就滚着出去 白颖加上一嘴说 这赌注不刺激 一局十万 薛默默你比吗 薛默默听到前眼睛都发光了 但还是口不对心的说 才十万 太少了呀 清 国助理在后面说 要完就二百万一局 默默随便打 输了算我吧 赢了算你吧 二百万好 不但 眼前的白颖就像是带哥韭菜一样 怎么 区区两百万 玩不起 白颖说话都结巴 谁 谁玩不起 二百万而已 小看女人的代价可是很大的 陆学长 你先开球 我先的话 怕轮不到你 你开球吧 别让人说我欺负你 薛默默得意地说 小看女人的代价可是很大的 那就先谢谢你 薛默默眼里的球就像是钱 一个口袋就近一点钱 白颖 你就等躺着进ICU吧 这些都是我的了 接下来都是东 东 东的进球声 片刻后就球都进球 根本轮不到陆阳上场 呦厉害 倒是小看了薛默默同学 罗牧尘认真的说 是你小看了 我可没有 意料中的结局 看你说的 心里明明乐开了花吧 罗牧尘假装没听到他说的话 白颖在一边直冒冷汗 二百万没了 二百万 爸爸会打死我的 技术员问道 小颖 默默的实力这么强 你怎么不早说 问他也没用 看来这女人凭时装的弱 其实藏了一手好牌 薛默默得意的说 打得好累 下面就交给你了 冠军 陆阳咬牙切齿 你敢羞辱我 赢一局而已 下局让你瞧瞧来自冠军的里面 好啊 请 全国大学生斯诺克大赛冠军 我照样摁着打 真敢说 到时可别哭着求饶 博助理感觉到总裁的情绪有点不对 怎么了老大 你不高兴 那个男人 他对默默开始有了异样的情绪 陆阳附身在桌球上 我当然要赢 必须让薛默默那女人知道我的厉害 谁知后面的薛默默根本不看你 跟总裁闲聊 累吗 喝点饮料 不累 打得球而已 轻而易举 一次两百万 怎么会累呢 你很厉害 薛默默眨眨了眨眼说 博助理帮我下主 当然不能输 不能给咱们公司丢人 今年公司的年会 你靠这手艺能拿得新人王 奖金不肥哦 还有这个 奖金多少 不少于今天 三人在一边相谈甚欢 陆阳在一边生气 这女人看都不看我一眼 一点都不尊重我 活该在这种会所打工 罗牧尘回头双眸一冷 陆阳吓得直冒冷汗 他的眼神好可怕 仿佛能看穿心底一样 手掌在发抖 啪的一下打歪了 这就是冠军的水平 你怕不是买的冠军吧 陆阳握紧抬球杆 他什么眼神 居然看不起我 技术员还在打量着总裁 总裁看向技术员 他注意到我了 好机会 赶紧整了一下头发 总裁直接无视技术员 砰砰砰 声音终于停了 全部都进来 博助理都忍不住问道 你没帮忙吧 他不需要 凭实力就行 罗牧尘一脸骄傲 搞得好像是自己拿第一一样 宝宝们 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女人 小看女人的代价值四百万 薛默默摊开手说道 说好的一局二百万 四百万请当场结清 白颖跪在地上说 二百万我都得刷爆信用卡 四百万我可怎么办 技术员走上前说道 默默 小颖只是开玩笑的 你突然要走 他舍不得你 我不觉得好笑呀 大家觉得好笑吗 围观的群众说 愿赌不愿服输 输不起就不要赌 四百万都拿不出 冒充有钱人玩了 白颖趴在地上还骂骂咧咧 什么意思 你们一个个都帮着他 都是疯子 陆阳生气地喝纸 够了 还嫌不够丢脸吗 这回被你坑惨了 薛默默你要钱 这里可以刷三百万 还有一百万下次当面给你 心里不惊佩服 想不到他打球挺厉害的 仔细一看也挺漂亮 总才听到他的心声 走出来隔开两年 没有下次 今日父亲 你我跟他的赌注 和你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了 他可是我老板 那就三百万了 还有一百万 就当是我赏你们陪我玩 两个女人拉着陆仰扭头就走 站住 我记得赌约里 还有向全体夜圣员工道歉 这一条吧 马上在这里道歉 薛默默才想起 对了 愿赌不输 先从谁开始道歉呢 记书员大声吼道 你们别欺人太甚 一边的陆阳有点震惊 是错觉吗 这个男人好像在故意针对我 没错就是在针对你 你这点本事 还想打我们默默的主意 片刻后 负责人把员工都召集到这里 夜圣的员工到齐了 几位可以道歉了 陆阳拿起手机 准备给自己的市长 大把他电话 罗牧臣给博助理一个眼神 博助理 GET到了比了一个OK的手势 陆阳接听电话后 电话那边大声骂道 臭小子你知道得罪谁了吗 那背后是帝国集团 还不赶紧道歉 然后就被挂断电话 陆阳向大家鞠躬道歉 罗牧臣指着薛默默说道 还缺一个道歉 对他 他不是辞职了 为什么还要向他道歉 他摆明就是羞辱我 让我在这女人面前抬不起头 白影又插上一笔 就是 他装若小偏我们前 才不给这坏女人道歉 罗牧臣冷冷说道 我再说一遍 全部向他道歉 三人整齐大声地说 对不起 陆阳整个身体 不受控制地弯腰道歉 这是见鬼了吗 我助理内心问道 Boss你今天怎么了 不惜对几个小屁 还动用面丽 看着不爽 你是吃错了吧 那个陆阳的小子 对默默好像有意思 多嘴 嘿嘿 总裁面对喜欢的女人 有多双雕 陆阳他们一群人走后 薛默默把卡拿给陈总监 这三百万拿去吧 这事传出去 恐怕对夜圣有影响 麻烦是我惹了 这钱算是赔偿 博助理好奇地问道 你不是很需要钱吗 这是你赢来的 美女爱财 许之有道 就算是送给博助理的见面了 博助理哭刺一笑 你真是个有意思的女孩 难怪Boss 总裁邓了博助理一夜 博助理才假装正经地说 总之像你这么三观正的宝藏女孩 正是我们集团需要的 嘿嘿 谢谢夸奖 对了罗先生 我说的上次请你吃饭的事 我记得 听你安排 Boss真的要去吃饭吗 人类的食物对你而言 和垃圾无意的 无所谓 总裁 你的底线哪去了 片刻后车上就只剩下 罗牧尘跟薛默默 薛默默感觉有点尴尬 怎么就我们两个独处了 罗牧尘此时心里的想法是 总算和他独处了 罗牧尘开口说道 你的斯洛克打得很好 下次可以一起吗 罗先生不嫌弃我技术差的话 当然乐意 罗牧尘听到薛默默答应了 松了一口气 第一次邀请一个女孩子 还好他同意了 不然下次给酝酿一阵子 嘿嘿 总裁竟然化身清纯小奶狗了 薛默默问道 罗先生喜欢吃什么菜啊 口味偏重还是偏淡 甜 薛默默一想到 霸道总裁居然喜欢吃甜食 这也太反差萌了吧 嘿嘿 你呢 喜欢什么口味 我不挑食在短时间内 喂饱肚子就行 听到这罗牧尘不忍心疼 他这样是因为缺钱吗 单纯给他钱会上他自尊 回头要通知集团伙食全免费 公司的员工食堂种味很多 还是免费的 如果有其他想吃的 向秘书吩咐就行 没关系 我能吃饱就行 而且我手艺也不错 罗先生不介意的话 下次我做小蛋糕给你吃 这简单一句话 又让总裁心跳加速了 该死脸又红了 罗先生怎么了 没事吧 罗牧尘强装镇定说道 没 没什么 你要给我做饭 亲自吗 对啊 唐燕餐厅能让我动手的话 我马上做给你 说时时内是款 罗牧尘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 一刻钟后 把唐燕后厨都空出来 不会 这不会影响生意吧 没关系 我突然很想品尝你的手 这该死的占有欲 我女人做的菜 你一口都不能碰 技术员跟陆阳来到了唐燕餐厅门口 两人在等待预约好 陆阳哥 刚才在夜盛跟你爸打完电话 怎么突然就道歉了 夜盛的背后是帝国集团 我们惹不起 这时候薛默默跟罗牧尘 直接走进了餐厅 陆阳不爽地问走 为什么刚才那两个人 可以直接进去 我们先来的 你没看到他们的车牌号码 0008 才有的车牌号 寻常人家根本拿不到 技术员问道 罗家 是那个传说中的罗家吗 应该吧 罗家的人都太神秘 我爸也只见过一次 那刚才那个人是罗牧尘 肯定不是 罗牧尘怎么会漏人 还和薛默默在一起 服务员走出来说道 您好 唐燕有人包场 已经开始清查 您的损失我们会赔偿 陆阳生气地说着 赔偿 我预约等了一个月 先生 请尽快离开 不然我们只能派人请您离开 在唐燕的包间里 薛默默正在熟练地做着饭 连厨师都不禁感叹 这么好的手 不会是同行吧 没有 就是在餐厅打过工 中餐日料西餐我都去过 小姑娘年纪轻轻厉厉害呀 还好啦 罗牧尘看着薛默默笑得这么开心 突然对人类的食物感兴趣 人类的食物真的这么有趣吗 边上的博助理都觉得 这个小迷地有点夸张 做个菜而已 Boss至于用念力观看吗 罗牧尘用念力看到薛默默在找鸡蛋 明明就在眼皮下 真迷糊 然后伸手点了一下鸡蛋 鸡蛋滚动薛默默才看到 看到薛默默这副可爱的模样 又偷笑了 片刻后薛默默出来了 做了满满一桌的菜 这些都是甜口 全按照罗先生您的口味做的 特意按照我的口味做的 纯情总裁又害羞了 博助理拿起刀子准备下水 罗牧尘心声传达到博助理耳边 你动一下试试 一块蛋糕都不让吃 老大你至于吗 罗牧尘简单地说了三个字 我来切 然后切了一小块地给博助理 顺便把博助理丢出去 给你 出去吃 嘿嘿 这该死的占有欲 罗先生 好吃吗 很好吃 我很喜欢 不过可以麻烦爱一件事吗 您请说 非工作场合 希望你把我当朋友 也总用静语称 那怎么称呼你呢 难道叫你牧尘 突然的一声两人都安静了 罗牧尘明显感觉到自己心跳加速 薛默默问道 怎么了 很奇怪吧 没有 挺好的 就叫牧尘吧 很好听 什么情况 薛默默前世竟然 跟血族总裁有难以描述的关系 欢迎来到李维斯的时尚天堂 牧尘好久不见 好好让我抱一抱 罗牧尘直接打断他的话 当我的助理设计全套礼服和通勤装 记得让女服务员为他量齿配 为我打造衣服 不是约见你的吗 薛默默一脸不可置信 李维斯是国际顶级的设计师 据说他定制的单品价值不低于百万 身为助理 集团有义务为你定制服装 毕竟将来你要出席各种场合 我助理直叹气 我们总裁啊 想对人好都这么拐弯磨脚 等薛默默进去里面试衣服后 李维斯才开口说道 牧尘 看你的样子许久未进食了吧 来一杯 然后把罗牧尘杯子里面 换成红色的特条的饮品 你孤独了这么多年 打算收他做熏浪 罗牧尘冷冷地说道 我不收熏 李维斯眼睛红了露出吸血鬼的特征 我们这样的那个不养熏 他有自己养的新鲜 人类对我们而言不过是食物吧 然后凑近罗牧尘耳边说道 那个人类女孩的气息很香醇 可是难得的极品 你天天看着他 不饿吗 罗牧尘听到愤怒的红了眼 李维斯马上举手投下 好好好 别生气 我去看看你的小甜心 李维斯一边往里面走 一边叹气 爱那个天使对你的影响太深刻 一千多年来 即使你都忘了他 却依旧在排斥自己嗜血的本能 因为 那是当初将你们拉向深渊的颜色 李维斯走到诗衣间里面问道 女士 衣服试得怎么样了 映入眼前的薛默默穿着一身白纱 李维斯恍惚了 是他 圣天使 让人忍不住臣服于他 薛默默的呼喊叫醒了他 李维斯回过神来 让薛默默先换下来 换成通勤装 刚刚是幻觉吗 太像了 不行 得提醒他少穿白纱裙 在罗牧尘面前晃 若是让他想起他 那将是灭顶之灾 发了疯的罗牧尘 没有任何人能制止他 片刻后薛默默换装出来了 看到薛默默的第一眼 罗牧尘就脸红了 优雅而干练 还多了几瓶温婉 国助理都忍不住竖起大拇指 老刀为姥姥劳理 那当然 罗牧尘都看呆了 薛默默走上前呼喊着名字 才回过神来 很好看 很适合你 罗牧尘有事情得先回去 李维斯看到两人离开的背影 罗牧尘的反应不寻常 这女孩不简单 宝们 期待下级吗 下级总裁的血族身份要被发现 来了来了 宝宝们久等了 血族总裁的身份要被发现了 在高层会大家都在应用 一个项目需要投资黄金地段而发愁 竞争者中有一个集团持续跟公司竞价 导致迟迟拿不下 薛默默想起来了这个事情 当时也是很丰动 帝国集团的竞价虽然是胜利 但是付出了不少代价 薛默默努力回想着当时对方的比价多少 如果想起来应该能帮公司省下不少钱 薛默默突然开口说道 十亿 坚持这个数 对方最终一定会妥却 对面的男人惊讶地说道 开什么玩笑 对方昨天还喊价十三亿 你是想把帝送给对家吗 薛默默淡定地说 我有信心 十亿就是十亿 若因害怕丹底 而让公司付出过大的代价 就算拿下这项目也成了分金兽 我考虑的是公司的利益 罗牧臣打断说 就十亿 丧会 大家都呆呆站在原地 薛默默跟着说道 罗先生您就这么定了 再坐下调研 我相信你 既然敢这么说 一定有道理 而且情况我已知晓 只是通过这件事情来清洗管理层 剔除仗势无能欺压新人们 既然你出头了 我便顺势解决问题 之后还辛苦你帮我一起演下去 薛默默笑着说道 哪里 拿你工资办事 应该的 门外进来的思烟看着两人有说有笑 走进来上下打量道 这套衣服不错 谢谢司总监 不必谢 我夸的是衣服 薛默默离开后 罗牧臣瞬间黑脸 你不喜欢薛默默 司严知道在总裁面前撒谎是没用的 直接说道 准确来说是极度 才第一天 我看上的套装就穿在她身上 小姑娘有些手段 是我送她了 我知道 所以才妒忌 但凡女人问你要东西就都能得到的话 你还是罗牧臣吗 我提那么多次 你都拒绝我成为你的薰 然后撩开脖子上的项链 你很久没进食了呀 要不要考虑下我的血 罗牧臣一脸厌恶的眼神 司严走上前说道 知道你不喜欢 可你身体渴望鲜血 饭总要吃的吧 还是你想像上次那样发狂后伤计无辜 若是伤了那个叫薛默默的女孩 或者她知道你是吸血鬼 罗牧臣生气地说道 闭嘴 想被吸干血 我成全你 薛默默在门外刚想敲门 听到里面砰的一声 不会出什么事情吧 直接推门而进 看到罗牧臣一脸杀气 嘴上还有鲜血这是什么 性感吸血鬼角色扮演 可是 怎么看都像是真血吧 哇哇哇血组总裁开启了告白模式 薛默默一打开门看到 司严躺在桌上 总裁嘴里满是鲜血 司严刚想开口说话 但是咽喉发不出声 罗牧臣刚才是想杀了我 就因为我用那个女孩威胁 罗牧臣冷冷地说道 今天算你幸运 出去 司严出去外面后室内一片寂寂 罗牧臣开口问道 你猜到我是什么了 是吸血鬼吗 我电影上看到过 罗牧臣试探地走上前 你怕我吧 如果你害怕 我尽量跟你保持距离 薛默默想了一下 其实严格来说我也不算人 来自地狱的讨债鬼 吸血鬼跟讨债鬼都是鬼 薛默默问道 那你会杀了我吗 当然不会 薛默默跟罗牧臣都松了一口气 我不叛 没想到世上真有吸血鬼 给我点时间消化 这是你的真心话 当然 生活中的吸血虫才真叫可怕 而你认可我的名 把我工资接触下来还是好 罗牧臣慢慢走近说 我不会让人欺负你 罗牧臣尴尬地解释道 思焰知道我是血毒后 主动献上鲜血 我不会乱咬人 所以 你还愿意做我助理吗 那你为何会让我做助理 罗牧臣突然开启了表白模式 你身上有一股熟悉的气息 对我是种奇特的吸引力 香甜 圣洁 能让我平静下来 薛默默想难道因为我死过一次 所以才有了化学反应 薛默默发誓说着 我保证绝不说出去 也会继续好好工作 对了 听说吸血鬼不老不死 那你活了多久 太久记不清了 数千年吧 过程换了多次名字 有过德古拉 薛默默默好奇地问道 德古拉 传说中妻子被害 于是化身吸血鬼复仇 欺人血想复活妻子的德古拉吗 罗牧臣震惊了 我有过妻子 脑海里突然浮现起一些回忆 喝下去快把血喝下去 别死 求你 罗牧臣整个人眩晕了 然后把薛默默抱在怀里 别怕 干我抱一会儿 就一会儿 薛默默用手拍了拍 罗牧臣的背 放轻松 深呼吸 罗牧臣再慢慢舒缓下来 然后抱了许久也没 要松开手的意思 罗牧臣开口问道 抱歉 你刚才问 我已经记不清了 哈哈那算了 估摸就是些传说 你别在意 这就是你的味道 比我想象中更有味 你终于来了 我等了你很久 圣天使杀利 我杀光了你的族人 你无处可逃 该以男人摸着女人的手说 是吗 然后抱着女人 在脖子上咬了一下 这就是你的味道 比我想象中更美 我一直在等你 等你来杀我 等着能再见你 等着能亲口告诉你 我爱你 薛默默突然惊醒 我怎么会做这么奇怪的梦 还梦到罗牧臣吸我的血 洗漱一番后 薛默默跑去教室 出来了一个拦路 站住 你是薛默默吧 居然报警找律师 抓我家亚明 好狠的心 然后骂了几句脏话 薛默默直接走过 警察局是我开的 她没做错事 警察干嘛抓她 侵犯他人隐私 诽谤他人名誉 不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女人抓住薛默默的手 不让薛默默离开 我们家亚明不说 别人就说你 肯定是你自己有问题 我还好奇黄亚明随了手 看到你倒是明白了 她造谣我卖运就不是毁了 大家都围观过来 女人见自己李亏 直接跌坐在地上 杀人了 S大的学生要杀人了 保安过来 让薛默默过去校长办公室一趟 在校长办公室内 黄亚明妈妈还在哭诉 校长说道 薛默默同学 黄亚明他们知道知错了 你撤诉给个机会 学校这边一定给他们警告处分 薛默默已经神游天外 此时门外一个男人推门进来 亚明他妈 你怎么闹到学校来了 男人上来直接给薛默默鞠躬道歉 薛默默终于看到认错的态度 开口说道 我可以撤诉 只要黄亚明在全校师生面前道歉 论坛发表信澄清 我接受你的道歉 是因为你是讲理的人 希望你管教好黄亚明 话说完薛默默突然有点伤感 黄亚明是幸运的 至少还有护着他的父母 希望他能珍惜 校长突然跟薛默默说 江教授刻意电话过来 他在教室等你 薛默默高兴地离开 看来是要公布论文了 我已经迫不及待看记书员的表情了 在讲厅内 江教授在演讲台上说 同学们 仔细看屏幕上这篇论文 他得到业内专家的肯定 是我任教二十年来最满意 最有成就感的 我很惋惜之前忽略 这么一颗沧海一株 下面的人都说是记书员 薛默默走进演讲室内 蒋教授说道 这篇论文是我们系 薛默默同学撰写 宝子们下级记书员 要被当众打脸了哟 期待吗 这这就是传说中的猪队友了 绿茶表抄袭 猪队友还帮实锤 这篇论文是我们系 薛默默同学撰写 记书员在台下黑脸了 这论文明明是我 我钱都付了 薛默默这个贱人使诈 教授 薛默默报道 薛默默缓缓走来 大家在下面且窃窃私语 经过记书员座位的时候 一脸不屑地瞥了一眼 舔狗一号问记书员 谁都知道薛默默成绩平平 怎么突然写出那么好的论文 书员你 你这次论文写了什么 记书员一脸无辜地说 我的选题跟默默一样 内容也差不多 难道你的论文被抄袭了 下面的人都在说薛默默 抄袭记书员 薛默默在台上逼问着 我抄袭了记书员 那拿出原文对比下面 教授在后面说道 对不起 我并没有收到 记书员同学的论文 书员 你怎么没教 难道忘了 记书员在下面不敢接话 薛默默一脸期待地说 记大笑发你的论文呢 我也好想看看 记书员咬牙切齿 然后起身开始了查一课 江教授 我已经写好了 当时委托薛默默帮我发给你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论文变成他 薛默默也不是吃素的 是吗 如果是我拿了你的论文 那你电脑应有原文件 有编辑和保存时间 你可别说东西都没了 记书员被问的语字 蒋教授说道 电脑备份 论文 学做思路草稿都可以证明 薛默默双谋一冷 上一世你偷窃我的东西成名 造谣孤立了 最终害死我 如今当众打理 依旧不知悔改 记书员恋恋后退 我我电脑坏了 文件都没了 一天论文而已 默默说是他的就他的吧 这个猪队友出来帮到忙啊 书员别怕 电脑拿出来我帮你复原 把属于你的荣誉拿出来 薛默默扑自一笑 然后屏幕上出现了 记书员的电脑坏 投影一上传来一个陌生人的声音 想看记大笑话的电脑还不简单 我这就放给大家看 大伙好好看这台电脑的使用记录 这既是传说中的学霸笑话 他就是个笑话吧 哈哈哈哈 大家都炸开锅一样 记书员电脑里面 根本就没有损坏轮件了 也没有乐闻 近些天的浏览记录都是些娱乐八卦和奢侈品 他原来这么肃浅 他不是学霸吗 舔狗难问到 到底是谁搞的狗 薛默默是你了 薛默默一脸无辜地说 没看到我站在这什么都没干嘛 说话被拆穿还乱咬人了 注意看 幕后黑客小帮手现身了 记书员被幕后黑手曝光抄袭后 舔狗一号很生气地说 我还是不信 薛默默 这次你月考拿第一我就出气 到时我甘愿把一栋楼的厕所都扫了 好呀 江教授在讲台上说道 那我公布一下最新的福利 帝国集团今天向我校资助了一笔助学基金 月考第一可领奖金一万 论文和其他省级竞赛可拿三万 这次论文得奖者 会由集团高层亲自颁解 恭喜薛默默同学载入校室 大家都在赞许薛默默 薛默默若有所思 难道都是罗先生准备的 薛默默拿起手机发消息给罗牧晨 学校的心弄的助学金 基金是因为我骂 罗牧晨回复的 是送被替我保密的朋友一份礼 以你的能力肯定能拿到 薛默默感觉压力山大 我助理这时候递上资料说道 今天薛默默被冤枉抄袭论文 有个黑客帮了他 这是黑客的资料 罗牧晨看了资料问道 顾望 嗯 这小子是有点本事 上次帮薛默默黑了校园论坛的也是他 他做派嚣张 正在被黑客联盟通缉 不像会无缘无故帮人的 罗牧晨思考片刻后说道 不要惊动默默 确认顾望的目的 如果对默默不利 我助理回复道 我明白 到时候会让他消失 在S大校园内 顾望在校园门口等着薛默默 顾望笑着说道 薛默默 你欠我的人情干煩了吧 边上的摄友花痴的说道 默默你哪认识这么个小帅哥呀 顾望一脸嘚瑟地笑着 薛默默也不好解释 马上拉着顾望离开 是我弟弟 他找我有事 先走了 然后羞的一声消失在校园里 顾望大声问道 贵女人 谁是你弟 你占我便利 不然说啥 说你是顶级黑客联盟 你来校园干嘛 是怕我把你的身份说出去 顾望摆手说道 刚好路过 想看看你是何方神圣 结果不是被说外围女 就是学渣不配写论文 真惨啊 薛默默瞬间黑脸了 这家伙和上一世一样欠仇 薛默默拉着他的手说道 行行 我可怜 作为你帮我的谢礼 姐请你吃饭去 谁帮你了我是看不惯 他们说你学习成绩不好 就不配写论文 顾望说完马上有点期待的说 你要请我吃什么呢 东门有条小吃街 有你最爱的烧烤 你怎么知道我爱是啥 你果真是来暗算正常 是是 我还会在臭豆腐里给你下毒呢 什么情况 总裁居然把我带回自家的豪宅 顾望边吃边问道 那个技术员我看他的电脑 文件源头是你的电脑 你给他当枪手 嗯 结果他还在背地里引我 哎呦 看不出来你还是个学伴了 薛默默递过手中的食物 不说这个了 你呀别总闷在家里吃泡面 你不是号称要长到一巴巴的吗 顾望脸红的结果 屁啦 我现在也不爱 是是是 你好高 顾望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女人明明第一次碰你 却像是认识了很久一样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科学啊 薛默默留意到在门外有几个人 从顾望出现开始就一直跟着 还越跟越近 薛默默拍了一下顾望 拉着顾望就要往外走 喂 你干嘛 我还没吃完呢 有人跟踪你 你等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赶紧 真难缠 家里泡面雷了 我又不敢叫外卖 出来密个石都不放过我 薛默默拉着顾望说道 别别平嘴了 往前面巷子跑 甩开他们 刚好走到一个后巷 被前后加工了 顾望紧张地说道 这些人不好对我 这是跟你无关 你走吧 薛默默笑着说 逃跑可不是姐的风格 然后转身跑向跟踪的男人们 并说道 我会点功夫 你顺势冲出去 薛默默抬起脚刷刷的 两下子踢到男人脸上 一个男人抓住薛默默的脚 薛默默来了一个回旋踢 边上的顾望瞬间成了 薛默默的小迷地 我去 太帅了 薛默默大声吼道 笨蛋 还愣着干什么 快跑 然后把顾望推开 薛默默刚干掉眼前的女 发现后面的两个人也倒定 抬头一看罗牧尘在空中飘落 是他帮了我 罗牧尘第一眼就看到了 薛默默脚上的伤口 一把抱起薛默默 我带你去疗伤 薛默默害羞地问道 疗伤 我又没受伤 你有 那 咱们这样出去不合适吧 你怕被看到 放心 罗牧尘帅气地打了一个响指 时间被禁止了 然后罗牧尘光明正大地 在人群中走动 薛默默一脸崇拜地看着罗牧尘 罗牧尘果真是一个特殊的供在 他不是人类 罗牧尘把薛默默带回自己的豪宅 你和刚刚那个男孩子在被追杀吧 这里安保比较好 我会安排思慕把那男孩带来这里会合 然后拿着自己的拖鞋给薛默默 抱歉 只有男士拖鞋 这里没有来过女生 所以没准备 所以这是你家 称不上 我很少住 我不需要固定的住所 薛默默心里有点怜悯 他活了这么久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薛默默问道 那你会孤独吗 糟糕 他的味道过于诱人 那你会孤独吗 这句话把罗牧尘问得沉默了 薛默默笑着说 我就是随便问我 你别在意 我即是孤独 薛默默听到他说的这话 心里很不适滋味 罗牧尘关心地问道 您的脚会疼吗 罗牧尘伸手碰到薛默默的伤口 薛默默条件反射地缩开了脚 此还好 这种瘀青过两天就消了 我帮你把瘀血吸出来 缓解你的痛苦 也能好得快一些 薛默默一愣 吸 血 总裁笑着说道 不会痛的 我会让你很舒服 我保证 这这这 是什么狼虎之词 罗牧尘起身慢慢 凑近薛默默解释道 为了让猎物安静 血族的唾液会分泌类似麻醉的物质 被吸血的人不会感觉痛苦 我会控制好力道 放心交给我 薛默默脸红地说道 那 好吧 罗牧尘捧起薛默默的脚 性感的薄唇亲吻到薛默默的脚方 薛默默感受到他的力道 很轻 好痒 罗牧尘用血毒特有 力齿咬了薛默默的脚 薛默默整个身体颤立起来 地方传遍全身 薛默默脸红地问道 罗先生好了吗 罗牧尘内心扑通地跳着 糟糕 他的味道过于诱人 薛默默感觉更加强烈 为什么感觉很熟悉 薛默默突然起身 勾住罗牧尘的脖子 直接亲吻上罗牧尘性感的薄唇 这居然比血的味道更甜 罗牧尘感觉全身的血液在沸腾 薛默默突然开口喊道 可以 然后薛默默就睡过去 罗牧尘不可思议 他竟然能让我的理智瞬间崩溃 心里面喊着 默默 你的味道会让我发疯 罗牧尘查看了一下 脚上的瘀青已经消了 他不会再疼了 罗牧尘看着熟睡的薛默默 刚才的他不像平时的他 他叫我该隐 那是我最早的名字 他为何会知道 出口在哪里 为什么哪里都没有出口 放我出去 这里没有出口 你出不去 你是谁 为什么把我困在这里 这是我为你创造的事件 只属于我们的事件 不会再有人打扰我 薛默默从梦中惊醒 我的妈呀 总裁生气起来 连自己的醋都吃 出口在哪里 为什么哪里都没有出口 放我出去 这里没有出口 你出不去 你是谁 为什么把我困在这里 这是我为你创造的事件 只属于我们的事件 不会再有人打扰我们 薛默默从梦中惊醒 我为什么做了这么奇怪的梦 梦中的感觉很真实 那个黑影是谁 他让我害怕 想逃离 可他好像把我关在每个地方 薛默默环顾四周 这还是罗牧成的卧室 记得他给我吸血疗伤 然后我就晕过去了 薛默默起身走出客厅 听到博助理说道 给 都是新鲜的食材 Boss你怎么突然要我买菜和烹饪用品 罗牧成回复道 默默还没吃 会饿 顾望招手说道 薛默默 你真的在这里 然后跑过去摇晃着薛默默 你没事吧 可担心死本少爷了 薛默默笑着说 没事了 顾望你呢 我也没事 那个叫薄默默的家伙 说你在这 我就跟来了 顾望小声地凑过去说道 我说 你银行账户那点钱注的起帧 你被人包养了 薛默默生气地揍了一下 顾望 你连我银行存款都查 有本事往后面加四个零了 他是我总裁上司 今天要不是他 你就完蛋了 顾望笑着说 原来是你老板了 早说嘛 我以为你看上人家的美色球前堆子 刚想劝你 哈哈 薛默默生气地抓起 顾望的衣领 薄丝目在边上笑着 他们的感情很好 在一起真可爱 罗牧臣吃醋了冷冷地说道 南非那个巷门 我找到了合适的主管 薄助理听到这话吓到了 连忙撸起袖子说 老大 得好好教训顾望那小子 顾望感觉背后凉嗦嗦的 当然了傻猪 背后四只太合金眼盯着你 顾望回头看着两人 像是要杀人的眼神 薄助理拉着顾望走进去 小个子跟我去书房 我们谈谈你的事 顾望大声吼道 谁是小个子 罗牧臣关心地问道 你伤口怎么样了 还疼吗 啊 不疼 就是我怎么突然睡着了 罗牧臣愣住了 你不记得了 我记得你给我吸血 然后我就什么都不记得 薛默默不好意思 他是要我记得什么 罗牧臣问道 那你认识该隐 该隐 那不是神话中的人吗 罗牧臣失望地说 好 我明白了 他忘记了那个吻 血族的体液有麻醉的效果 甚至让人产生幻觉 所以那个吻也是幻觉所知 他原本想吻的是谁 哇哇哇 果然会做饭的男人真的很帅 薛默默系上围裙准备做饭 突然问罗牧臣 你们血族不吃这个吧 罗牧臣撒谎说道 偶尔也吃 也对 上次你在唐宴就吃得挺香 今天再让你尝尝我的手 罗牧臣走上前说 我来帮忙 薛默默随口回应道 你这么贵的西装 下厨不合适 下一秒罗牧臣就说道 那这样吧 薛默默惊吓到了 你什么时候换的 好吧 他会异能 有超能力真爽 那好吧 不过下厨还得穿围裙 我记得还有一条 突然薛默默在里面翻出了 一条粉色的围裙 罗牧臣开口说道 没关系 就是我不太会穿 你帮我 好吧 不务老板意不容辞 薛默默垫起脚尖帮罗牧臣套上 那你头低下来行 我帮你套上 手张开我帮你后面绑上 薛默默身体贴近罗牧臣 罗牧臣沉醉在他的体现 还没到晚上 罗牧臣 就做起了一些带颜色的梦 罗先生罗先生 罗牧臣被薛默默的呼喊声唤醒 薛默默紧张地问道 你刚才怎么了 笑你都没反 围裙帮你系好了 你看松井正好吗 罗牧臣害羞地把脸转到一边 正好 我能做些什么 罗牧臣害羞地捂着脸 薛默默在一边笑着说 你先把菜洗了 积压于什么的交给我吧 没关系 我们血族不会受低等生物的影响 我们 还有谁啊 我助理也是吗 罗牧臣嘚瑟地说道 他没我厉害 罗牧臣没控制好力 一下子把土豆捏成土豆呢 罗牧臣失落地说道 抱歉 对待人类的食物 我还不是很熟悉 薛默默竖起大拇指说道 第一次不会洗土豆很正常吧 不影响你是个很厉害的吸血鬼 那我努力学 薛默默手把手交罗牧臣 罗牧臣使用时间停止一门 趁机抚摸薛默默的双手 嘿嘿 好会哦 我们罗总 然后两人继续过家家般的做菜 到了炒菜环节 薛默默被邮见到了 罗牧臣在后面说道让我来吧 薛默默不可置信地问道 你会吗 罗牧臣又是帅气地打了一个响指 餐具在自动搅拌翻炒 罗牧臣看着手中的食谱 刷刷地几秒看完 然后用手指挥着下酱油 炒菜 加料等等 薛默默一脸崇拜 罗先生 你超棒的 然后用手势比了一个心 这手势是什么意思 就是送你小星星啊 罗牧臣害羞地说 你把你的心送给我 这个总裁到底有多会吃醋 连财神爷的醋也要吃 罗先生 你超棒的 然后用手势比了一个心 这手势是什么意思 就是送你小星星啊 罗牧臣害羞地说 你把你的心送给我 薛默默不好意思地说 是吧 罗牧臣听到这话像是打了鸡血地说 我会好好做菜的 忽然油见到了罗牧臣脸上 罗牧臣条件反射地闭着眼睛 薛默默关心地问道 你眼睛里竟有心走 你低下头 我用凉水帮你冲洗眼睛 罗牧臣缓缓睁开眼睛 还疼吗 罗牧臣知道被见到的人 对自己是毫无伤害的 但是被他关心的感觉真的很好 然后口是心非地说 疼 薛默默急切地说 那不行 得赶紧去医院 罗牧臣搂过薛默默的腰 把薛默默放在桌子上 然后慢慢靠近薛默默默默默 没想到下一秒罗牧臣竟然说道 我没做好 以后是不是就没有小心心了 薛默默被这可爱的罗牧臣蒙到了 笑着说 不会啊 以后小心点就是了 片刻后饭菜都做好了 顾望笑着说 终于有饭吃了 可饿死小爷我了 两人看到罗牧臣竟然系着 粉色爱心围裙 不可思议地说道 帝国集团的boss原来有这种品号 我没看到 没看到 罗牧臣冷冷地说道 吃饭 两人马上屁颠屁颠地坐下 顾望交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薛默默总结说道 所以说 你发现了黄剑人在转移财产 然后他伙同你之前叛逃了 黑客联盟一起追杀你 顾望笑着说 那不过现在小爷不怕 我已经被帝国集团聘用了 聘用 什么时候的事 我助理笑着说道 就在刚刚 以他的技术 值得集团聘用他 他还黑了黄剑人给Lycos集团 内部的报价单 里头有不少偷工减料和违规操作 薛默默兴顿地说道 Lycos集团 就是之前跟我们竞价的集团吗 我助理拿出一份资料说道 嗯 这份东西给国土局的话 Lycos集团直接判出局 顾望得意地说着 幸好这资料对你们有论 我可不想做脱油品 你这女人也真是的 当自己神奇女侠 冲着几个大汗就过去 薛默默得意地说 这不是解决了吗 我就是人美心善又牛掰 不要对我动心哦 我的心是赵公明大 罗牧臣紧张地用念力传达指令 去查 谁是赵公明 我助理淡定地回答 Boss 那只是神话人物 雾望一脸不紧 薛默默说道 财神爷啊 这都不知道 还黑客呢 原来我的总裁大人是要火了 薛默默起身去厨房端一碗汤 薛默默看到薛默脚踝上 血族落下的齿印 难道总裁对默默下手吗 我助理跟上去问道 你让总裁吸血了 薛默默脸红地回复道 嗯 他帮我疗伤 那个 被吸血的时候都会有那种 奇怪的感觉吗 我助理一脸问号 奇怪的感觉 薛默默脸轰红地说道 就是那种酥酥麻麻像电了 我助理你有这方面的经验吗 我助理若有所思 人类被咬食 顶多像打了麻样 他这样的 除非血族对猎物产生了情欲 难道Boss对默默 已经如此渴望了吗 我助理 我助理笑着说 跟在总裁身边很少吃生食 我也不太清楚 不吃生食 我助理解释道 加工包装防腐处理 在血族专供的集市上人脉 跟你们人类不直接喝 刚挤得生牛乳鱼的意思 薛默默才恍然大悟 我助理心里还在想着 我跟随罗牧臣的数百年来 他清冷甚至宴席 默默激发了他的欲望 究竟是不是好事 曾听族长里的长老提过 罗牧臣的真实身份是血族 曾经在他市头 来自地狱的是血野兽 让罗牧臣变得像个人了 是那个传说中的天使 也正是为了那个天使 千年来 他差点血血了整个欧洲大陆 思绪回到现在 薛默默把汤端上来 我助理问孤旺 小姑同学 什么时候来集团报道 小爷我去科技公司那都是屈材 你帮我摆平了黄剑 我会好好给集团打工打 薛默默在罗牧臣边上 感觉到低气压 好像刚刚开始 罗先生的心情就不太好 此时罗牧臣心里的想法是 刚才默默跟博斯木 在厨房独处了三分零六 薛默默开口夸赞道 罗先生的料理真好吃 罗牧臣瞬间脸色晴朗了 谢谢 干杯 嘴角还带微笑 薛默默好像掌握报复秘境 原来我的总裁大人是要回答 明白了 我助理拿起杯子 想要再敬薛默默一杯 罗牧臣一把搭过杯子 你不是还有事吗 你可以走了 我助理苗总拉着布旺准备 顾旺有点微醉地说道 怎么能把薛默默一个人留下 他对罗牧臣不利顶段 这可关系到我的职业前途 我助理都忍不住土投 他这么见绿望一你知道吗 知道 以后就辛苦你调教他了 我助理哄骗说带顾旺 去一个拥有顶尖游戏设备的地方 话说完两人已经消失在屋内 拥有一个田罗姑娘般的总裁 是什么体验 陆律师接到了博斯木的电话 电话那边的博斯木说道 我记得你家的大平堂 空房间很多吧 帮我收留一个人 陆律师说道 我开的是律师事务所 不是福利院 博斯木回复道 我已经把人送往你家了 只会你一生而已 然后挂断了电话 陆律师一阵无语 帝国集团的人都这么大道吗 我倒要看看你要送什么人给我 另一边罗牧臣跟薛默默说要加个版 这里的房间很多 弄得太晚了 直接在这里休息 薛默默期待地说 那有加班费吗 有 十倍 薛默默就跟打了鸡血一样 十倍 十倍工资 我加我加 我加加加 罗牧臣看到薛默默还在奋笔集书 敲门说道 太晚了 先去洗个澡办 我顺便帮你整理套卧室出来 罗牧臣把薛默默带到房间内 薛默默不禁感叹 不愧是S室的黄金地盾 城市夜景太美了 好想赚钱买这房子 那到时候我们做邻居 薛默默开心地说 谢谢 这是我这辈子听到最好的注目 罗牧臣想着他是愿意和我住在一起了 黑黑总裁也有少女心了 薛默默内心的真实想法是 能跟罗牧臣做邻居 怎么这也是个几百亿起跳的富败啊 薛默默在卫生间内洗漱 罗牧臣在房间内刷刷刷地变出了 房单 被褥 杯子 枕头等等 所需要的生活用品 然后睡衣 罗牧臣回头不小心尿到洗手间 瞬间脸通红 我差点忘了 我会透视 不小心看到她的 薛默默洗澡出来看到卧室里面焕然一新 哇哇哇 什么都悄悄准备好了 难道这就是拥有田螺姑娘的感觉吗 真香 薛默默脸通红 怎么连内衣裤都有 居然还是我的尺寸 吸血鬼连这个都知道 第二天清早 薛默默被电话吵醒 一街听不忘在电话那边大火 默默 我一觉醒来居然 发现跟男人同床共振 我脏了 你跟博助理一起睡了 去你了 是个陌生的帅子 不跟你说了 他出浴室了 这是什么狼虎之词 薛默默洗漱出来发现 罗牧臣做了一桌的早餐 各种早餐应有尽有 罗牧臣说道 慢点吃 来得及 吃完饭我上班顺路带你去学校 然后拿出一张卡 这里已经输入你的指纹 用这个可以随时来这里住 我偶尔出差回来 或者加班财助者 空着也是空着 薛默默手抖的接过卡 这是要我经常加班的意思啊 老板的温柔果然是为了更好的压榨 这这两人的脑回路都有点兴起 嘿嘿 宝宝们 让你们见识一下有钱人的花式田狗 薛默默跟罗牧臣吃完早餐之后 两人来到了停车场 薛默默不可思议地说 这就是你说的最低调的车 罗牧臣说到这辆车也不行了 已经是最便宜的了 罗牧臣仔细想了一下 萧凯上次没能送他到校门口 说是默默介意开豪车去学校 我特意选了这辆 薛默默也是第一次见到有钱人的低点 他们都管完博金一较便宜 薛默默笑着说 是啊 便宜了呢 那麻烦你送我到学校附近的家属院吧 薛默默到了学校后跟罗牧臣告诉我 罗牧臣马上拨打了一个电话 博斯默准备一辆最便宜的车给我 博斯默不可置信地说 Boss 你打算开武林电动车了 罗牧臣一想到他可以跟别人肆无忌惮地说起来 但是跟我却总带着小心谨慎 心里就不是滋味 对博斯默说道 只要能光明正大在校门口接送默默的 什么车都可以 接着说道 对了 两个明黄的头发怎么样 博斯默震惊地问道 老大 你认真的吗 薛默默到学校后 敲门进去校长室 刚进去纪书园就很热情地拉着薛默默 默默来了 我们就等你了 校长 我和默默关系可好了 他肯定会答应 薛默默甩开他的手 什么事 直接说 校长笑着过来说 默默同学 恭喜这次论文 获得第一批激励奖 为校争光 这次颁奖 还希望你跟 纪书园同学一起领奖 为学校多争取一个名额 薛默默才算搞懂情况 北方不成 还想通过关系和我分享文艺 薛默默冷漠地说道 我不同意 校长说道 纪书园同学这些年拿了不少奖 学校认为不能亏待 女力为校争光的同学 薛默默 请你配合学校的做法 薛默默对道 副校长的话我不明白 这论文是个人赛 学校哪条规定写了个人赛 不带其他同学一起拿奖 副校长背对得无话可说 既然要带上纪书园 那不如带上我们系全部学生 只是这笔钱学校给了 还是帝国集团出 或者是集团那边执行 副校长您的做法吗 副校长知道这个不好对付 笑着说 我也只是提议 具体还是跟上头商量 是吗 那我已经表态了 纪书园同学品学兼优 也不差这个几 将来一定能再创佳纪 这点信息即大笑发肯定有 你说是吧 纪书园同学 注意看 这个女人要搞事情了 薛默默出了校长室后 纪书园经过听到她跟教授对话 薛默默同学 你的论文十分成熟 我想要你加入我的研发团队 纪书园听到都觉得不可思议 江教授那里可都是 国内顶尖的研究团队 江教授居然亲自邀请他 薛默默握着教授的手说 我当然愿意 只是我只能白天过来 晚上我有实习 会不会影响团队 江教授笑着说没问题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团队 纪书园没想到 这样的条件都答应 这是要传出去 同学会怎么看我 纪书园接到电话后 又想到了一个歪主 薛默默设有夏明媒 总是帮着他 先从他开刀 让所有人知道 帮助和接近默默的 都没有好下场 薛默默回到宿舍发现 夏明媒不在寝室 摄友还告诉薛默默 夏明媒已经两天没来 薛默默觉得是有蹊跷 仔细一想上仪式这个时候 我已经被赶出宿舍了 但也隐约听到明媒休学 之前我都自顾不暇 现在想想 或许里头有什么蹊跷 然后薛默默拨打了 博斯木的电话 博斯木打去了说道 喂 默默小同学 博助理 麻烦你件事 帮我关照一下夏明媒 她是我朋友 估计她最近有什么不测 博助理爽快地说道 明白 你朋友就是我朋友 我这就安排 之前夏明媒也帮了我两次 这次轮到我来帮她 在夏家大宅里 夏明媒父亲夏耀宗开口问道 明媒 你一生不吭的 是看不到为父吗 边上的苏仪是夏明媒后妈 也是技术员的亲生母亲 苏仪开口说道 明媒 爸妈许久没见到你 最近在学校怎么样 夏明媒高冷地说道 你又不是皇帝 还要我给你请安 还有你就是个小三上位 凭什么自称我后妈 技术员这时候走进来 爸妈 我回来了 夏明媒不屑地说道 这房产证上写的是我的名 你摆什么主人的姿态 比起薛默默 技术员更加讨厌夏明媒 我妈好不容易成为夏夫人 还要面对你这么个棘手的原配女 宝宝们 夏集这个坏女人要搞事情 注意看 这女人强大的第六感救了社友人 说吧 叫我回来到底想干什么 夏耀宗说道 你苏阿姨想进军服装业 我想把你妈妈之前留下来的 那家公司给她试试试 话音刚落 夏明媒就把手中的杯子 粉狠地摔在地上 登堂入室还不够 还想要我妈留下来的公司 别说我不同你 我妈也不会同你 别忘了夏家怎么有今天的 夏耀宗 你可真够忘恩负义 然后夏明媒就摔门出去了 夏明媒一个人在外面游走 嘴上还在骂骂咧咧咧 这对母女真是不知廉恥 后面一双手捂住夏明媒的嘴巴 把夏明媒拉到向左 男人后面又被一双手 反手扣住 说 谁让你来的 不说我就有千种方法让你开口 是 是一个女人给我一笔钱 让我跟着她 然后拍她的裸照 博思木用手拍晕男人 欺负女人 这钱你也赚 然后博思木问道 你没事吧 夏明媒有点愣嘴 没事 谢谢你 要不是你 我就遭殃了 让我帮你的另有其人 她预测你有威胁 让我保护你 夏明媒问道 谁 一个熟人 然后博思木把夏明媒带到咖啡厅 夏明媒把来龙去脉告诉了薛默默 原来计算你的是小三后妈带回来的金银 还妄想占了你妈的公司 是啊 我不会让他们得逞的 但想不到他们居然下黑手 对了默默 你怎么知道我有危险 薛默默尴尬地干笑了一声 那个你不是几天没回学校了吗 我是担心 让博助理跟着 明媒你就是太高了 不屑于和他们斗 但既然他们已经出手 唯一的方法就是正面与他们战斗 不然上一是我的结局 就是你将来的结局 夏明媒在那门自己暂时 还没有能力撑起公司 薛默默拿出一张卡片 放心 我有办法 这是李维斯的明天 参加了他举办的国际服装创意大赛 得到业界权威的认可 谁还能夺走你的公司 夏明媒接过明天 默默你怎么知道我会设计衣服 薛默默笑着说 常看到你一个人图图画画 偶尔瞟到过 画得很好 想必你一直在为妈妈的公司努力吧 到时候让李维斯帮忙指点一二 给你的品牌效应不会差 夏明媒终于露出发自内心的笑容 薛默默捏着夏明媒的脸蛋说 明媒 你笑起来真好看 多笑笑 无耻的女人 那我替明媒一起教训你 薛默默让夏明媒把设计图给自己看 如果可以的话给李维斯推荐 薛默默细看下面的批注 惊急之爱 这不是上辈子 风靡一时的系列风格吗 我记得当时是薛默默 获得了设计大赛奖 原来都是假的 全都是透明媒的 无耻的女人 那我替明媒一起教训你 薛默默看到校园网上 都是在黑自己造假 还说如果薛默默真的拿第一的话 就要薛默默道歉 薛默默打电话给陆阳 陆阳哥你看看网上说的好过分 陆阳回复道 放心 月考我会考过他 到时候网上都成了他打脸的正确 好那陆阳哥你好好加油 挂电话后纪书员生气地把手机摔在地上 混蛋 你以前明明先关心我的感受 早把帖子删了 现在满脑子都是薛默默 然后又打电话给景拓 景拓嘴上说着会帮他 挂断电话后 给薛默默发了一条短信 默默 月考加油 我会支持你的 心里对纪书员满是不屑 薛默默现在风头正盛 傻子才去教训他 早知道应该早点勾搭他 至于纪书员 现在正值低谱 哄着他 将来也有机会 到了放学时间 薛默默在校门口遇到了韩景拓 薛默默同学 还记得我吗 薛默默当然会记得这个渣男 上辈子就是这样的笑容骗了我 时间线怎么提前了 看来纪书员等不及出招了 薛默默假装思考地说 不好意思没印象 韩景拓笑容一僵 不是说他暗恋我吗 我知道了 装身沉 欲擒故纵是吧 然后韩景拓地上手中的花 我叫韩景拓 我在意你很久了 可以认识一下那美丽的女士 薛默默笑着说 我突然想起来了 是韩学长 学长找我有事吗 你太调皮了 刚才是故意的吗 那可以跟我约会吗 可是韩学长不是在追纪书员吗 当然不是 纪书员是个脾气骄动的大小子 我喜欢的是默默你这样努力的女孩 怎么会 书员那么好你都不喜欢偏偏喜欢我 我不信 韩景拓得意地笑了 薛默默果然是喜欢我 才会吃纪书员的醋 然后开始了诋毁纪书员模式地说 别看纪书员自称千金大小姐 她就像个爆发火 从头到脚都要名牌 logo还要最大的 一点格调都没 还自我感觉良好 其实背地里男神都笑了她 哪像你 低调努力 从涵养到气质一步步征服我的心 这些对话薛默默都录下来得很好 纪书员要是听到自己的追求者这么想她 会做何感受呢 我的妈呀 这就是有钱人的烦恼吗 这女人喜欢低调 总裁特意买了一辆武林红光接送 默默 这里 薛默默回头一辆武林红光缓缓开来 罗先生 博助理 怎么是你们来接我 罗牧臣接过话说 一起去做造型 我跟你的衣服是配泡的 薛默默有点不解 博助理解释到今晚有个慈善网面 你作为boss的女伴出席 薛默默才恍然大悟 对了 怎么突然换车型了 罗牧臣倾渴两声掩饰着说 拿土地这阵地要低调去 这辆车今后停在你校门口可以吗 薛默默想了一下 这辆车不会引起学校八卦 高兴地说到好啊 罗牧臣心里暗自窃喜 终于可以在校门口接送他了 薛斯木发现有辆车一直跟在身后 然后迅速加速 再变到车道里就直接来了个飘忍 甩开了后面跟踪的家伙 摩托车停下后摘下头盔 不人不轨的家伙 跑得还挺快的 过哨 查到了帝博集团总裁 今晚会去参加慈善晚宴 男人冷漠地说道 横远建材那边不需要我教 你懂的 电话那边说道 明白 我们Likos集团也不是好人 挂断电话后男人邪魅一笑 血族那群家伙真以为能一手遮天了 不过车上还有个人类女孩 真稀奇 看来狩猎时间到了 另一边薛默默因为突然地飙车晕车 在洗手间吐了 故气狂魔罗牧臣上线说道 你要不会开车 就去南非骑大象 一边的李维斯笑着说 好了 牧臣你也快去试衣服 默默我会照顾他 薛默默出来后 李维斯闻到了薛默默身上有血族的气息 罗牧臣这是在向所有血族宣告 这女孩是他的 万物皆要臣服于他 没想到才短短几天 那位尊贵守旧的血族就放下了原则 化妆间内薛默默拿出 下名美帝设计稿给李维斯 李维斯看了看说道 这设计图很有灵气 且具有创意 完全不降气 薛默默激动地说 真的吗 他听到您的评价一定很高兴 他还想参加你的创意本带 李维斯叹了一口气说道 可惜 这图纸我不是第一次就见 半个月前我已经收到了教计书员的头本 并送出了邀请函 薛默默愤怒地说道 是计书员抄袭我朋友的设计 不 他那是叫原版照搬 李维斯无奈地说 这种是在设计圈很常见的 但你有证据吗 我无权随便取消别人的参赛资格 当然也不会让败坏人品的货色玷污我的比赛 薛默默说道 给我时间 我会拿出证据 什么情况 总裁这是恢复记忆了吗 给我时间 我会拿出证据 真正的设计师对作品的了解 绝非抄袭者可以抄走 他的核心 细节 全世界最了解的只有设计师本 有你这样的朋友 你那位朋友真是三生有幸 我愿意见见他 片刻后薛默默换装完毕 薛默默身穿暖白的短裙出现 这身打扮是李维斯特意挑选的 心里想着白色的沙衣应该是牧尘 刻进灵魂深处的记忆 你不惜标记这个女孩 对你往事到底记得多少 让我测试看看吧 罗牧尘看到薛默默出现瞬间 头感觉剧痛 一些画面在脑海里浮现 该隐望了我 罗牧尘用力抓紧薛默默的手 边上的李维斯呐喊着 牧尘 快松手 你也疼默默了 罗牧尘才回过神来 惭愧地松开手说道 抱歉我没控制住力 博斯木尴尬地笑道 哈哈 默默真漂亮 像是坠入凡间的天使 Boss都看呆了 我们也是 薛默默笑着说罗先生也帅呆了 我刚才也被狠狠地惊验了一遍 罗牧尘听到他在替自己解决 笑着说谢谢 然后大家准备出去玩面了 李维斯看到他们离去的背影 看来牧尘的记忆被否得死死 那位圣天使的力量很强大 在云顶别庄内 尊贵正商界的大人物都赶着过来 就为了见一下传说中的罗牧尘 在大厅里 纪书员也来到了现场 边上的男人走过来 想要搭讪纪书员 纪书员的虚荣心 得到很大的满分 夏明美从来不参加社交舞会 所以大家都认证我是夏家千金 笑着对搭讪的男人说 今晚可是化妆误会 你得先找到我再说 薛默默跟罗牧尘 一出场就吸引了全部人的目光 哼 那个主办方亲自陪同出场 难道是罗牧尘 那个女孩是谁 居然挽着罗牧尘 但凡罗牧尘出现了场所 既看不到她的真容 也看不到她身边有女孩 今天真是大开眼界啊 纪书员在台下笑着 能配上罗牧尘的 肯定是Z国最顶级的 名门望族家的千金 要是能攀上这位小姐 我今后在豪门圈里 还不是互通坏女 我呸 你做梦 快快快 快搬出小凳子看好戏了 坏女人们大型内卷现场 老刺激了 宴会上罗牧尘 要去会议室里面谈点工作 交代了薛默默 你如果觉得无聊 可以先去看看今晚拍卖的东西 有喜欢的等会告诉我 薛默默笑着说 没关系 我在这吃点东西就好 希望我连夜整理资料 对这次会谈有所帮助 一定会的 罗牧尘走后 纪书员走上前搭话 这位小姐您好 可以跟你交个朋友吗 一听到这薛默默 就知道是纪书员 这是看我跟罗牧尘在一起 是又想来蹭热度吗 薛默默问道 请问您是 我是下士集团的二小姐 能认识小姐您真的很荣幸啊 薛默默无语了 下士 神他妈下士 真的当名美是死人吗 然后其他名员 都把薛默默为主 争先恐吓地 想要认识薛默默 薛默默笑着说 下士千金 久仰大名 纪书员得意地笑着说 都别挤了让开 没看看人家的举止 那才是真名门归秀 纪书员走上前 挽着薛默默的手 小姐 谢谢您的赞美 叫我书员就行 宴会上有拍卖的清单展厅 何否有荣幸陪你参观呢 薛默默应付着说 这样会不会太耽误你 当然不会 能陪你是我莫大的荣幸 后面的白影 用仇恨的眼神 看着纪书员 上次在夜圣 害得我白家一落千丈 如今还想攀高枝 想得美 好好好 小编等着看 你们快点内卷吧 纪书员递上一个文件说道 尊贵的小姐 看看这个永恒的眼泪 这可是今晚最有潜力的拍卖品 我拿到了她的资料 接下来就是严重的内卷 现场的宝宝 这位小姐 你可千万别跟她深交 她这样的人会降低你的身份 就是 她算哪门子下家小姐 又不是下董轻生的 真正的下家千金 还在学校读书呢 倒是她 小三带进门的脱油瓶 整日里装腔作势 脸皮厚的不止一心半语 纪书员连忙解释道 小姐 别听他们乱说 他们是嫉妒我更有名 我带你去看拍卖展 薛默默说道 不用了 接下来我不需要你陪同了 我这里容不下小三的女儿 白颖笑着说 人家是真名门闺秀 哪能回 你这个假千金同流合污 还想高攀 也不照照镜子配不配 纪书员也顾不上什么面子 直接大声骂道 白颖 你见不见 白颖更加得意地说着 我说错了吗 以前跟你关系好 懒得拆穿你 上次因为薛默默 我被整个圈子嘲笑 你可是甩头不认人 薛默默看到两人 在不顾形象的对骂 真的太壮观了 狗咬狗 真是场好戏 薛祖总裁发怒了 玩好你的爪 别碰了不该碰你 纪书员刚进到洗手间就看到 薛默默摘下面罩在补妆 惊讶地喊道 薛默默 怎么是你 薛默默也猜到 他肯定会跟着进来 得意地说道 哟 纪大笑话真的可真精 刚才那场戏可真精彩 没想到备胎如云的纪大笑话 当起舔狗来更是得心应手 纪书员抬起手想打下去 薛默默你这个贱人 你好大的胆子 居然敢假扮罗牧尘女伴 扑蒙管门 薛默默抓住纪书员的手 霸气地说道 我哪有纪大笑话你大胆 白富美身份是假的 成绩是假的 你从头到脚拿点是真的 纪书员大声说道 起码我是学校公认的笑话 你算什么东西 外面那个帝国集团总裁也是假的 信不信我揭发你们 薛默默得意地拿出录音播放 纪书员就是个脾气娇动的大小姐 薛默默冷嘲讽地说 传说中的纪大笑话果然很受欢迎了 纪书员听到录音后 不敢置信地跌坐在地上 一个男人突然冒出来 抓住薛默默的手 找到了 我的天使 薛默默正脱开男人的手说 这位先生 你认错人了 请放开我 男人松开手说 是吗我觉得我没认错 罗牧臣使用时间禁止竖法飞跃出来 把薛默默抱在怀里 敢碰他 你找死 男人得意地说 罗牧臣 很久没见你动怒了 土地竟拍那么大的项目 我Lytos集团吃了个大亏 这个女孩 我非要将她拆分入腹部 罗牧臣冷冷地说道 商战就在商业范畴解决 别用你那不仁不苟的方式乱扬 想动她 先问过我 男人跃跃欲试地说 是吗 我倒要看看你有多重视她 刷的一声 男人飞身过来 活住里闪现出来握住男人的手说 他不是你可以挑衅到的工具 劝你最好收拾 这是人类的地盘 别闹大了 你们狼人也有狼人的规矩 别发疯忘了分头 男人看到连罗牧臣的 贴身随从都这么固着 看来这个女孩对罗牧臣一一步 松开手解释道只是玩笑 罗牧臣说道 那就管好你的爪子 别碰了不该碰子 那就管好你的爪子 罗牧臣打了个响指 时间又恢复了 薛默默回过神来惊讶地说道 罗先生 霍少在后面伸出手说 美丽的女士 刚才是误会 等会拍麦会上你看中什么 我送给你当个陪伦 罗牧臣凶狠地眼神盯着霍少 低贱的狼人 居然还敢碰默默 还不快滚 博斯木都替男人捏了一把汗 若不是为了尊重人类人 乌默Boss都想毁了这场谊会 薛默默挽着罗牧臣的手笑着说 罗牧臣脸红地说着 你刚才拒绝他 是因为我吗 薛默默凑过来笑着说道 刚才是你暂停时间把我拉开的吧 这样的话 他肯定不是什么好的 罗牧臣看到这么可爱 薛默默都忍不住扑刺一笑 博斯木解释说 他是莱克夫集团二少人 霍成泽 估摸着为了国土局的事 咽不下被我们踢出去这口气 薛默默问道 那他刚才就是故意冲我来的 想报复我们 有可能 你小心点他 霍成泽心生一计 真的好奇 若带走那女孩 罗牧臣会不会发疯 霍成泽内心已经蠢蠢欲动 许久没狩猎了 也许久没见吸血鬼发疯了 恶魔身边的小天使 真是鲜嫩可口 片刻后拍卖回现场 薛默默坐在罗牧臣跟霍成泽中间 霍成泽地上资料说 这是介绍今天拍卖品的册子 这枚红宝石很适合你雪白的肌股 喜欢的话我帮你拍 薛默默对道 这位先生请你保持安静 你很波噪 霍成泽瞬间笑容凝固了 纪书员从洗手间出来后 整个人都不好 看到边上的陆阳说道 陆阳哥哥 罗牧臣身边那个女伴是薛默默 那个罗牧臣也是假的 什么 你确定 当然我在厕所看到他摘下面去 还亲口承认 那我们怎么做 纪书员胸有成竹地说 我已经约了几位世家公子互相抬价 陆阳哥哥你也一起进价 到时罗牧臣啥都买不起 我们再一举揭发他 第一件商品是14.5克拉的断机 马上有人喊价 六百万送给那边的夏家千金 纪书员十分满意 这种被众人瞩目的感觉 得意地笑着 我会成为这场拍卖会最闪耀的名人 而薛默默的 你给我的羞辱 我会加倍还定 霍成泽突然说道 一千八百万美金 送给我身边这位美丽高贵的天使小姐 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情敌也不例外 一千八百万美金 送给我身边这位美丽高贵的天使小姐 听到这么高的金额 大家都拍手叫好 霍少真是一致千金未红颜 霍阳在边上问道 一千八百万 已经超过粉笨本身的价值 再高一点就亏了 没人敢喊价了 书员 下面怎么办 纪书员说道 那个霍少被骗了 霍阳哥我们现在就去揭发他 薛默默被惊吓到了说道 霍少 我不需要 请你不要为我拍手 容穆尘喊道两千万美金 两千一百万 两千六百万 全场一片死寂 都看着两人进家 霍成泽生气地问道 你钱多得没地方使了 对 不论你出多少 我都会比你高 要不要试试 接着没人喊价了 然后这幅画就归属 罗牧臣所 拍卖厅内一片哗然 两个顶级豪门继承人 为他争宗吃醋 这位女士到底是何方神圣 纪书员极度地把手中的 拍卖卡片撕落 本来我才是这场拍卖会的交代 薛默默这件人手段太吓过 霍阳都被他这表情吓到 纪书员瞬间变脸说 嗯 陆阳问道 这个罗牧臣这大手笔 或许他是真的吧 纪书员对陆阳心里满事不屑 等揭穿了薛默默 还能借机搭上货事 到时候谁还要你陆阳 薛默默拉着罗牧臣的衣服问道 干嘛跟他竞拍 这个我不能要 太贵重了 而且我也没地方放 罗牧臣说道 我不想让他送你东西 还是说你想收他送你的东西 薛默默感受到一阵寒 则当然不要 那就收下 这对我来说不贵 薛默默才反应过来 得知他活了千年总算理解 他或许真的对钱没概念 接着就是第二个拍卖作品 主持人说道 下一件拍品是一幅画 名叫沉默之爱 相传为一对相恋却无法 在一起的恋人所所作 薛默默看到台上的话震惊 这幅画是我 一些回忆突然浮现在脑海 你背弃了神的旨意 你将染上污秽 坠入黑暗 永世不得翻身 薛默默感觉眼泪在眼眶里打断 不受控地哭了出来 罗牧臣把薛默默的头 靠在自己的肩上 轻声说着 放心哭吧 没人会注意到 简直毫无人性 一意买幅画 只为了薛红颜一笑 我不知道怎么了 看到那幅画突然就很想哭 有瞬间觉得画里的人是我 我是不是很奇怪 罗牧臣安抚到不奇怪 那幅画也让我觉得很不适 主持人说道 得到这幅画的人将得到助 再续前缘幸福一生 起拍价一千万 大家都纷纷说价 一千五百万 两千万 罗牧臣回过神来喊价 五千万 霍承泽对这幅画是无感的 但是想不明白为啥对 人类女孩会为了这幅画落泪 然后竞价六千万 罗牧臣直接喊到一亿 霍承泽都忍不住骂道 罗牧臣你疯了吗 钱再多也不是这么花吧 罗牧臣冷冷地说道 这幅画我要定了 欲敢告诉自己 如果失去了这幅画 就失去了很重要的东西 罗牧臣就以一亿的价格 竞拍到了这幅画 主持人都忍不住八卦地问道 请问罗先生 这幅画您还是送给身边这位小姐吗 自然 全场都轰动了 一亿致美人 只为红颜一笑 薛牧牧慌了说道 罗先生 我就算给集团打工一辈子 也还不清一辈一把 罗牧臣笑着说 画送给你 钻戒我替你保管 等有活动的时候待 薛牧牧连忙招手说 画你也帮我保管 磕着碰着我可要心疼死 而且这种名画是要专人维护的 罗牧臣满意地说道 好 听你的 只要你愿意手下就好 拍卖会结束后 大厅内纪书员的母亲 跟白颖家人道歉 白夫人 我家书员都跟我说了 跟白颖闹得不拍心 是个误会 我家书员这不是亲自来道歉 将来还是朋友吗 白颖不屑地对道 她刚才可凶了 抢着风头勾搭罗牧臣的女伴 哪瞧得上我和她做朋友 纪书员搭上白颖的肩膀说道 白颖 我们这么多年的交情 不能被薛默默假扮明媛挑拖了 薛默默假扮 你什么意思 就是罗牧臣身边那个女伴 是薛默默假扮的 不仅把罗牧臣和霍少天的团团抓 还挑拨我俩 让我们反目 白颖惊讶地说 怎么可能 你在逗我吗 纪书员抬起手说道 我在厕所亲眼看到她摘下面 你看我手臂上的鱼青 就是被她扭打实造成了 白颖仔细一下 这么看来她的下额线轮廓是很眼熟 纪书员凑过来小声说着计划 什么情况 女主前世的记忆慢慢恢复了 宴会的开场舞 罗牧臣邀请薛默默作为舞伴 薛默默还在犹豫的时候 白颖在后面催了薛默默一把 姨父等着看好戏的模样 这位尊贵的小姐 期待您的舞姿 纪书员跟白颖在边上偷笑 薛默默根本就不会跳舞 到时候罗牧臣就会知道她是假名人 然后扒下她的面具 赶出会场 音乐响起两人在舞台中间翩翩起舞 白颖惊讶地问道 薛默默怎么会跳舞 罗牧臣在温柔地跟薛默默说 对 就这样 跟着我的脚步就好 薛默默开心说道 我好像会一点了 薛默默也搞不懂为什么 好像很久很久以前 我也像这样 和她一起共舞 一切都那么熟悉 以前 现在 连ending pose都一样 罗牧臣笑着说 你跳得很好 出乎我的意料 薛默默害羞的脸红了 白颖在边上拉着纪书员的手中 薛默默怎么可能跳得这么好 纪书员你是不是搞错 纪书员生气的都忘记掩饰了 大骂道 不可能 她就是个没教养的臭虫 这么粗鄙的贱人 我怎么会看出 白颖被纪书员的真实想法吓到 好恶毒 这才是这个女人的真面目吧 这女人谎话连天 不会再旷我吧 白颖跑开了 不想再被纪书员利用 然后纪书员把目标 转换到另一个女人身上 听说乔菲尔爱慕罗沐沉到疯狂 正好可以利用一下 纪书员走过去山峰点火 乔菲尔生气的放下杯子 她也配 要不是我路上耽搁了一下 哪轮到她 你给我拿着 我这就去撕下那女人的伪装 纪书员在后面等着看好戏 伯斯木迎面泼了乔菲尔一杯红酒 你干什么 不好意思没看到 需要赔偿吗 乔菲尔骂道 你瞎了呀 你明明就是故意的 大家都慢慢凑过来看好戏 薛默默看向人群问道 那边怎么了 没什么 是意外 今天你也累了 我们先回去 罗牧尘冷眼看着那几个女人 乔菲尔 纪书员白影 这三个女人从拍卖会就开始 心思一直想针对默默 收拾他们的时候到了 我助理无语的说道 乔小姐 虽然我不小心拖了你一声 但是我已经提出赔偿了 你不要就算了 乔菲尔无理的说道 谁要你赔了 你一个助理配得起 主办方在哪里 把这个无理的家伙赶出去